孙林国几乎就要给金锋跪下了 声音乌业 我孙家也算是书香传家 出了这事是我自己没把小畜生教育好 但钱我不在乎 小畜生犯的事 自然有法律收拾他 人家姑娘我得把他医好 多少钱我都不在乎 请您一定要帮帮我 金锋将烟蒂丢在地上 淡淡说道 印玺肯定是真的 不过 我就一说破烂的 谁 会相信我说的就是真的 孙林国顿时愣住了 金锋说的没错 自己拿不到印玺 找不到专家鉴定 肯定就卖不掉印玺 金锋说他是真的 以金锋的身份 谁会相信 谁能相信 谁敢相信 遇见金锋惊为天人 同时也让自己看到了唯一的希望 就像是一个快要溺斃的人 突然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然而随着金锋一句话 这根稻草却变成了一把钢刀 直戳自己的心窝 最后的希望 完全破灭 孙林国一下子觉得天都塌了 连知道自己孙家所有历史的神人都无能无力 那天底下再没人可以帮到自己 一瞬间 孙林国老泪长流 几十岁的人就跟个孩子似的贪坐在上 嚎啕大哭 就在这时候 耳边传来金锋的声音 应息你要卖多少钱 孙林国抬起头来 傻子般地望着金锋 物业说道 贷款公司的钱我已经结清 就剩下那女孩 也值得差不多了 就是他们家里要一百万的赔偿 我 我只有十三万 金锋静静说道 应息 我买 孙林国慢慢站起来 颤声说道 你买 金锋深吸一口气 面色平静 平视孙林国 素声说道 我买 一百万 你敢卖吗 孙林国整个人都猛了 看看金锋的衣着打扮 再看看金锋踏着的板车 还有板车上的塑料瓶和废报纸 怎么 怕我没钱 还是 我给低了 孙林国双手摇着 大声说道 金大师 我找了无数专家 花了几十万鉴定费 他们都说是假的 直到遇见你 你不但救了我的命 还帮我解了这个劫 按例说 这方应息 我送你都行 但我还得给我儿子还账 这是本分 你说一百万 我要不了那么多 我只要八十七万 只要能给这个小畜生赎罪 我 金锋再没说话 左脚一勾 踩住踏板 右脚一点 板车滑溜的标出两米 后天 点当行 等我 孙林国呆呆地望着金锋走远 浑身树树发抖 泪水长躺 来这里的第二天 金锋就要找一百万现金 一百万 对于自己来说 那就是一笔天文数字 从山里到锦城十年 几个兄弟收了整整十年的破烂 到现在包里也就一两万的现金 最近环保大检查 各个废品站手续不全的全都关闭 上一级的废品公司也暂停了收获 家里的废品全都压在手里 这些废品大概能卖个两万多 但却是没法变现 卖了五地钱 买了一些自己需要的药材 包里还有一万出头 把家里和自己所有的钱全加起来 距离一百万依然差得天远 后天就是熟当的日子 留给金锋的时间只有四十个小时 四十个小时内 金锋要找到八十七万块钱 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金锋必须要拿下这方印喜 没有人能比金锋了解这方印喜的来历和出处 一百万 绝对千值万值 与孙邻国分手以后 金锋去了二环的西城彭户区 这里曾经是锦城最繁华的地段 在抗战中整个神州最后的大后方 MBSP 东营国的飞机曾经也站过锦城 彭户区就是被炸的地方之一 这块区域自解放以后就保存到现在 一直都是锦城的一块心病 曾经也有人想招搬其他历史名城模式 把这里做成锦城的古城老街 也有千一级的大财团想把这里做成新的商业中心 但最后都没了下文 这块大蛋糕 由于种种原因 没人能啃得下来 直到今年 这个锦城最后的棚户区才正式纳入重点建设项目 因为要拆迁 搬家的人很多 家里非旧物件肯定不少 这些东西肯定要处理掉 金锋到了地头 板车一放 拿出破旧的喇叭 按了下去 收废书废铁 废铜废电缆 烂电视烂冰箱烂洗衣机 高价回收就电脑就空雕就手机 蹲点守候的效果那就是没有效果 二手喇叭电池很快耗键 废铜烂铁收了不少 二手电脑一台 金锋想要的破烂却是没键这一键 金锋知道 像这种要马上拆迁的地方 早就被产地皮的各个军团和散兵游泳离了一遍又一遍 但凡有点明烫的 早就被这些人一网打尽了 就像是在当年的天都城 八旗弟子们没了活路 便卖家产 那些走街窜向的小商贩就是以此为生 距离最后拆迁的日子还有16天 等不及的住户早早地就搬离了这里 剩下的老锦城人行色匆匆 也在忙着准备搬家的事宜 偌大的棚户区空空荡荡 早已没有了昔日的繁华和喧嚣 守到太阳下山 收了满满一车破铜烂铁 废纸废报 一台电脑 一台显示器 骑了两个小时的板车才回到垃圾场 已是晚上九点 孤独的局灯下 金风站在门口 窄窄杂乱的小房间门口 摆着一张小小的折叠餐桌 三张自己做的椅子 黑得发亮 窄窄的桌上种着垒着七八盘菜肴 卤猪蹄 卤猪头 泡凤爪 兔儿脑壳 半个面盆的酸菜鱼 一大碗的红烧肉 满满一大盆肉丸粉丝汤 各种香味在空中缠绕交汇 令人食欲大动 露天的厨房里 蒜苗豆豉回锅肉的美味沁人心皮 金风喉咙关忍不住的孤独作响 一个身材1米75的男子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半身赤裸 下半截穿着条红色的短裤 脚下是一双人字脱 半截头发盖着单缝眼 双瞳如星 贱眉泄飞 薄薄的双唇迷人的虎线 嘴角边叼着一支烟 带着一抹邪气 半路的身体古铜色的肌肤 剑硕的机体 惨淡的灯光下 八块腹肌棘角分明 雾字闪着一层油亮 整个后背满满的一头青龙纹身 黑云密布中 一头青龙跃然而上 龙骨蒸蒸 猙獰凶恶 怒目昂逝 须发俱张 气势为言 栩栩如生 五只龙爪苍境有力 尖锐锋利 似乎就要夺体而出 令人不寒而立 男子没有小鲜肉的柔美 却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势 身上散发出来的是 巨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和阴寒 男子端着回锅肉看了看金风 手定在半空 仍有滚烫的油滴落在自己的胸口 眼睛里满满的全是冷傲 哪怕是在看金风的时候 他的眼睛里除了冷傲 还有一丝深深的鄙视 回来了 金风的手依然把在板车的车把 闷了几秒 冷冷清清的摁了一声 周苗抱着一箱啤酒一瘸一拐的回来 高兴的叫喊金风 风哥 你真准时啊 我还说打你手机 奥哥做了好大一桌子的菜哦 全是你最喜欢吃的 我还买了冰啤酒 王大妈那拿的 他听说奥哥回来了 还少收了我五块钱嘞 周苗放下啤酒 赶紧开了三瓶 转过身去接金风的板车 风哥你饿了先吃饭 我来收拾这些 金风的手一直握着手把 周苗掰了两次没掰开 满对笑容的说道 风哥 吃饭吧 奥哥难得回来一次 金风缓缓松开手把 脱掉手套往地上狠狠一砸 冷冷说道 去给我拿馒头 周苗冷了冷 灿灿笑说 风哥 你拿馒头 金风冷冷说道 周苗摇摇唇 滴滴说道 没没了 我中午懒得做饭 都吃了 两米外破旧的桌子旁 冷傲的奥哥鼻子里哼了一声 斜着眼睛看着金风 却是在一秒之后 转身进了小屋 在出来的时候 奥哥端着一个汤盆 汤盆里码着五个冷冷的捞面馒头 当着金风的面 奥哥将汤盆砸在板凳上 冷冷说道 你的馒头 金风走了过去 拿起筷子插了个馒头 就蹲在地上一口下去 一半馒头在嘴里包着 艰难地吞咽 风哥 你 周苗站在一旁 小心翼翼地说话 奥哥鼻子里发出不屑的冷哼 一脚将板凳踢到金风跟前 自己就坐在金风身边 嘴里冷笑 三水 他不吃 我们吃 周苗嘴里小声地硬着是 慢慢地移动脚步 眼睛确实一直看着金风 奥哥确实根本不在乎金风 大马金刀翘起二郎腿 大脚丫子就放在金风的额头跟前 冷冷地招呼周苗坐下 端着啤酒跟周苗重重地碰了一下 喝 一口气干掉半瓶 筷子重重一敲酸菜鱼面盆 冷冷叫道 吃 周苗勉强喝了一口 恩恩点头 加起一块巴掌宽的回锅肉放在碗里 轻轻递在金风身边 黄黄肥腻的回锅肉 黄油一滴滴地递在金风的脚下 风哥 连扇回锅肉 你尝哈 金风闭上眼睛 抄起身边五斤重的太空杯 冷冷叫道 滚 周苗憋着嘴 低着头 默默地将碗收了回来 奥哥却是根本不管金风 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轻蔑地叫道 不吃就滚进去 别挨老子眼镜 金风疼得下站起来 端着馒头 拎着太空杯就进了屋子 周苗转过头来 蚊子般的声音嘀嘀叫道 奥哥 你 奥哥却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饿死他狗日的 我们吃 周苗嗡了声 嘴里不停夹着肉 眼睛却一直盯着屋子里的金风 奥哥 你要吃什么叫一声 我给你端进去 奥哥 酸菜鱼是冷水鱼 味道巴适 奥哥 你喝瓶啤酒吗 还有兔儿脑壳 奥哥今天才卤的 边叫边吃 瞬间 四个兔儿脑壳全变成了骨头架子 奥哥一边吃一边喝 转眼三瓶冰冻啤酒下肚 大大的打了个酒格 点上25的软云 吞云吐雾 第四瓶啤酒去了大半 奥哥从包里摸出一叠钱 砸在周淼跟前 老五老六高三学费 收着 周淼愣了愣 轻声说道 我跟风哥攒的友 奥哥叼着烟 生硬地说道 用老子的 老子能挣钱 周淼说道 奥哥 你也不容易 环保争盖 你的生意不是很好 奥哥一只脚放在板凳上 昂着脑袋 冷笑说道 小事 改个环保造就行 最近吃烧烤的少了 老子的夜排档生意爆火 一天四五百纯利润 转得飞气 周淼看着桌上 不低于八千块的红钞 犹豫不决 轻声说道 这钱你还是留着吧 哎呀那边 你还得花钱 奥哥脸色一顿 没好气叫道 老子叫你拿着就拿着 那么多废话 妈逼周三睡 你现在怎么也这么磨叽 周淼吓得低下头去 唯唯诺诺 不敢说话 奥哥一口气干了第四瓶酒 脑袋歪一边 斜着冲屋子里的金风 嗡声嗡气地说道 我今天来 说两个事 老五老六高三的学费 我出 生活费你们出 再有一个 老大马上要出来了 出来以后 老大跟我作业排档 我把老大带出来 以后他开店 我出钱 话刚说完 屋子里就飞出来一个汤盆 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顿时间 桌子上的几盘好菜 被打得七零八落 跟着金风大步出来 阴沉着脸 低吼叫道 耽搁出来跟我们收破烂 跟你没关系 啪 回答金风的十一瓶啤酒 砸在地上 玻璃碎扎飞溅起来 四处都是 奥哥长身站起 寒声说道 老大跟你没关系 金风怒视奥哥 四声叫道 跟你没关系 奥哥怒吼大叫 跟你才没关系 金风立声大叫 我给丹哥买房子 奥哥咆哮狂吼 你有鸡巴的钱买房子 你特么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 两个人都怒目相视 额头清金毕露 眼睛里充满了怒火 啤酒泡沫跟无数唾沫混杂在一起 从两个人的脸上 身上滴落下来 周秒吓得站了起来 颤声说道 别吵 别吵啊 风哥 奥哥 有话好好说 都冷静点 冷静你妈逼 金风跟奥哥两个人 一口同声地叫道 金风抬手指向奥哥 却被奥哥一巴掌拍开 金风再抬手起来 大声叫道 丹哥要跟谁 你龙二狗说了不算 这里 才是丹哥的家 奥哥冷笑 环顾四周 尖酸刻薄地叫道 就你这破地方也叫家 也呸叫家 金风大声说道 叫不叫家 跟你没一毛钱关系 我这里脏 我这里臭 但老子这里还有兄弟 还有帝都山 相依为命十几年的兄弟 奥哥重重地呸了一口 冲着金风竖起中指 脖子通红 历声大吼 金老三 你特么少拿兄弟说事 张丹为了你进去 盼了五年 整整五年 他这辈子都特么毁了 这就是你从帝都山 带出来的兄弟 他为了你 这辈子都毁了 金风抱吼出口 老子陪单哥 老子陪他 奥哥丝毫不示弱 同样的立声狂叫 你特么陪不起 拐子里的孙女到现在 都特么不敢承认 是杨伟强奸他 有种你叫李以雪 去跟警察说清楚啊 金风哑口无言 哑自欲猎死死盯着奥哥 握紧双拳 奥哥的两只眼睛 都快喷出火来 一眼不眨地盯着金风 桌子上菜油横流 酸菜鱼流满一地 红烧肉倒了半盆 金风身子都发抖 努力调整自己的气息 指着大门叫道 滚 这个家不欢迎你 奥哥冷笑说道 老子凭什么要走 你有什么资格赶老子走 这里老子同样有一份 哐当 一声闷响 金风一把抄起啤酒瓶 反手横打 重重砸向奥哥胸口 是大力尘 带着一股沉重的呼啸 奥哥眼睛一领 抬脚横扫 残影一晃 金风扑面 不 只听见一声爆响 满瓶啤酒瓶 被奥哥一记鞭腿 硬生生地踢爆 碎渣满天乱飞 奥哥单脚立地 穿着人字拖的 右脚高高地定在半空 冷笑起来 怎么着 还想跟老子打一架是吧 你特么打得过谁 金风满脸满身都被啤酒浸湿 泡沫从头上 慢慢地的流淌下来 脚上好几处 都被玻璃碎渣滑破 血流满地 一把抓起桌上的盘子 狠狠地就把泡凤爪砸成稀烂 奥哥耗了声 露出阴冷的笑脸 大马劲刀地坐下来 直指桌子 砸 金罐砸 使劲砸 金风一脚将一个啤酒空瓶踢飞出去 蹲在地上 一言不发 垃圾满堆的院子里 空气异常沉闷 浓浓的火药味充斥半空 静得可怕 周苗身上全是油雾碎渣 手里还拿着最后一只泡凤爪 默默地把凤爪扔桌上 拿起扫把默默地收拾残局 奥哥 风哥 你们都别吵了 单哥回来 让他自己选吧 要开学了 老五老六今年要考大学 他们读的网班 成绩都是全线前十 考一本肯定没问题 老五今天还打了电话给我 他跟老六在家里天天采松茸和鸡棕 今年天气不好 松茸价格高 老六叫我们不用担心钱 他们采的山货就能卖够学费 再加上奖学金 连生活费都省了 咱们几兄弟没出息 老五老六一定能考上大学 给我们争气 周淼的话如流水般流淌 静静的 无声的 听到周淼的话 金风深深呼吸 坐在地上点上了烟 奥哥同样坐了下来 背对金风 自己又点上烟 空气有些沉重 让人压抑得不得了 周淼拿着桌上的钱 走到奥哥身边递过去 轻声说道 奥哥 钱你拿着 做海报做广告 找呀呀 奥哥没好气的叫道 现在都在网上找人 我加了几百个失踪人口群 群主都是义务建的 打广告不花钱 顿了顿 奥哥语气放缓 但话语依旧冰冷 钱给你拿着 你不是说废品站要办手续吗 这些钱拿去添补 一边的金风冷冷说道 废品站跟你没关系 你的钱拿起滚 奥哥手捏着烟指着金风 大刺刺冷笑说道 还是那句话 金老三 你特么没资格叫老子走 别忘了当初卖了所有来锦城 用出去的每一分钱 都有老子的四分之一 金风冷冷说道 我还你 还你妈逼 奥哥火气又上来了 咬着牙 冷力地说道 三水说半个手续要十万 你特么压了那么多货 手里还有一万部 还 说的你妈逼好听 鸭子死了嘴巴硬 少逞能 十万块钱 你特么把你自己拆了卖零件 都卖不够 还还老子的钱 你给我滚 金风站起来怒对奥哥 奥哥完全没把金风放在眼里 冷灭倾笑 私生叫道 还要老子说几次 你特么 这时候 院子门口出现了一个女孩 惨淡的橘灯下 女孩的影子被拉得有些变形 九分清纯的脸上 带着一分天然的魅惑 让人禁不住地生起恋爱 冰激玉骨 暗香浮动 一身笑服的女孩出现在院子里 暗淡的孤灯开始放出明亮的光芒 奥哥 你来了 好久没见着你了 柔柔的话语似最轻烈的山泉 涓涓地流淌在每个人心间 那声音似有一种魔力一般 院子里剑拔弩张的气氛 悄然间消散无形 奥哥瞥了女孩一眼 眼睛里蹦出一抹厌恶和怨恨 却在两秒后黯然退去 冰冷冷地应了一声 奥哥手指指着金风鼻子 点了好几下 废品站你要是能开得下去 老子钻你裤裆 金风一把狠拍下去 冷冷说道 那你就给我看好 奥哥也不搭话 一脚将板凳踢到旁边 超级短袖搭在肩上 大步走人 女孩侧身让路 低着头 咬着唇 轻声说道 奥哥有空多回家看看 奥哥鼻子里轻轻地摁了下 算是回了话 出了院子门 跳上一辆二手的武林红光面包车 原地掉头 乌拉拉地开走 金风蹲在地上 木然地抽着烟 女孩小碎步地上来 看看院子里的满地狼藉 乖巧地捡起扫把打扫起来 黎仪雪 这里不需要你 你走 周苗一把夺过女孩的扫把 一张黑黑酷酷的脸冷得侧骨 女孩黎仪雪被抢了扫把 却是丝毫不介意 轻轻蹲下身子 伸出血样白的束手 一块一块地捡起地上的碎玻璃 周苗刷得下扫把过来 一下将玻璃扎扫开 冷冷地说道 这里不欢迎你 走 黎仪雪呆了呆 轻轻咬着唇 白的炫目的束手伸进包里 取出几个窗壳贴 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到了金风跟前 丰哥 你流血了 我给你贴胶带 声音轻柔慢慢 仿佛那三月最眩暖的春风 一句句打在金风心口 宛如温柔的柳条 轻轻地拍着自己的脸庞 金风一张脸冷得可怕 看看黎仪雪 伸手拿过窗壳贴来撕开 贴在自己的伤口上 轻声说道 有事不 黎仪雪脑袋滴滴地垂在两腿间 乌黑油亮的妈尾轻轻地晃动 说不出的柔弱 没事 没事你就回去 NBSP 看好拐子爷 黎仪雪滴滴地摁了一声 两只最美的小手 轻轻地用纸巾擦拭金风 还在冒血的伤口 一把黑黑硬硬的扫把 无情地硬戳过来 油渍污泥重重扫在黎仪雪的手上 周渺冷冷地叫道 风哥叫你走 耳朵聋了是吧 黎仪雪不敢说话 滴滴应了一句 默默起来 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里大大小小各种面质的钞票 旧的新的 却是一张一张整整齐齐 黎仪雪滴着头轻轻地说道 风哥 爷爷叫我把这些钱给你 拿去办废品站的手续 这话出来 金风脸色更冷了 周渺一把把塑料袋塞回黎仪雪怀里 冷力叫道 你的钱 我们嫌脏 黎仪雪滴着头 咬着最美弧线的唇 清唇至极的脸上 看不到一丝埋怨和愤怒 青苔针手 斜着望向周渺 瑞凤双眸水雾茫茫 清唇楚楚中带着丝丝愤怒 却在下一秒黯然无光 这些天我拉爷爷去要饭 谁给了钱 我就给谁磕头 这钱 干净 周渺面四一致 嘴里却冷冷说道 我们自己有钱 大不了废品站不开 我跟风哥回老家 黎仪雪鲜弱的郊区轻轻一颤 转向金风 水汪汪的眼眸里闪过一抹慌乱 嘴温柔的声音里夹着一丝急切 风哥 废品站你接着开啊 钱不够 我想办法 爷爷 白叔 雕太婆 三娃子 他们都希望你开下去 金风挥挥手 你的钱不容易 拿走 黎仪雪身子僵硬 头锤得更低 废品站 我要开 钱的是 我自己能行 黎仪雪默然抬起头来望向金风 瑞凤双眸内一抹一彩闪烁 微微一笑 满怨生辉 倾国倾城 雪白的背驰咬着下唇 恩恩点头 娇柔的声音宛如天籁 好 双手轻轻地捧着塑料袋 黎仪雪轻慢慢地离去 惨淡的橘灯变得柔亮 似月光洒在他的肩头 光是背影就令人无限遐想 桌上地上一片狼藉被清理干净 还没动一下的好些菜 被周淼倒在一个面盆里放进二手冰柜 周淼拿出一张表来 轻声说道 王大妈给的 叫你填好 他说他以土地庙居委会的名义 给你申请了个废品站指标 手续下来 以后废品站就合法了 他说办证得要十万块钱 但废品站的范围只能限定在土地庙居委 金峰闷了声 拿过申请表来一看 喝了一声 轻轻嘘了一口气 虽然这个手续只限定在土地庙居委范围 但总算是合法的 申请废品站的手续需要十万块钱 听起来挺贵 但能办下来 以后自己的废品站就是合法公司 不用再担惊受怕 哪一天又给关了 王大妈虽然坑过自己很多次 但这一次却是帮了自己大忙 老五老六的学费生活费 我留了一万五 压货两万一千一百六 全卖了估计能有三万一 不过要拉到温北 还得晚上走货 我卡里还有六千九 自己存的 家里所有的就这么多 三娃兹答应借三千 老白答应借三千五 雕太婆中午让点点送了五百过来 我没要 刚傲哥给了八千 把所有废品卖了的话 还差六万四 王大妈下午来找你 说是没钱他可以借你 不过得算两分的利息 金峰鼻子里横了一声 点着烟冷冷说道 借谁的钱也不借他的 从跨包里拿了一叠钱 出来丢给周苗 那是自己买要剩下的 一万出头 周苗有些吃惊 哪来这么多钱 昨晚清理出来的铜钱 是古董 卖草堂鼓玩店赚的 对了 老源头今天来过没 周苗急忙点头 赶紧去把老源头 今天的货拿过来给金峰看 却是没有金峰想要的东西 一笔十万 一笔八十七万 两笔资金如同两座大山 重重地压在金峰背上 呼吸都困难 两兄弟把该收拾的破烂 归类放好以后 已经是十二点多 洗了早上床 周苗滴滴的又问起金峰 关于张丹的事来 张丹也是当初一起来 锦城的四个兄弟之一 排行老大 金峰排行老三 周苗最小 下午跟金峰大打出手的奥哥 是老二 名字叫龙奥 当初四兄弟一起 从帝都删出来 开始在工地打工三个月 没拿着工钱 张丹带着几兄弟 找报工头理论 被几十号工人围着打 那时候几兄弟不过十二三岁 哪里是成年壮汉的对手 当天晚上 几兄弟蹲在娱乐城门口 守着包工头出来 把包工头打成残废 抢了包工头的两千多块钱 跑到了锦城 在锦城做了很多职业 送外卖 洗碗 搬砖 苦力 到最后流浪街头做了乞丐 那两年的辛苦 只有经历过的 才会明白到底有多苦 后来金峰从街边那些 剪塑料瓶的老头老太婆那里 寻到了路子 四兄弟开始收起了破烂 初始的时候 就只会收了破烂 捡了破烂 拿去废品站卖 后来金峰又找到了路子 寻到了王大妈这里 建起了废品站 四个兄弟那时候很齐心 都是被亲娘抛弃的孤儿 根本不怕累不怕脏 没日没夜地干活 虽然被人瞧不起 虽然活得连人家的狗都不如 虽然很苦很苦 但那时候几兄弟是最开心 最快乐的 很快几兄弟就立稳了脚跟 也有了一定的积蓄 生活一天天变好 没两年 王大妈在这里搭建起一排 捡一房 租给外地人 随着这里的租房户越来越多 好几家外地人 也在这里开启了废品站 也多了好些个 干着最底层职业的邻居 要饭的 开烧烤店的 打工的 有一天这里来了队爷孙 那就是拐子爷跟李以雪 初见李以雪 四个兄弟都惊为天人 天天围着李以雪转 那时候李以雪跟四个兄弟 非常要好 好的不得了 当年李以雪还没成年 美的连王大妈看了都觉得稀罕 本地土地庙社区的好些男人 都对李以雪垂淡欲滴 社区主任的儿子杨伟 经常带着一些混混组团 过来骚扰李以雪 为此四个兄弟 没少跟地痞低头舍打架 有一天 张丹和龙奥租了车去卖破烂 金峰和周淼在守家 老远就听见拐子爷 在撕声裂肺的哭嚎 出门一看 只见只剩下一只手的拐子爷 艰难的泥地上蠕动 嘴里叫着救命 赶到拐子爷的房子里一看 当地社区主任的儿子杨伟 正把李以雪摁在地上试抱 旁边都是撕破的衣服裤子 李以雪被杨伟压在身下 两只眼睛带着绝望地 望着透风的顶棚 就像是一具僵尸木偶 金峰进来 李以雪歪着脑袋看看金峰 泪水长流 金峰肺都气炸了 冲上去抱着杨伟就打 杨伟那时候二十多岁 人高马大 又是练拳的 金峰哪里是他的对手 杨伟把金峰打得半死 直接吐血 周淼拿着菜刀冲过来 却被杨伟一板凳打断了腿 就着菜刀砍断了周淼脚筋 从此落得终身残疾 从山里出来的两兄弟也是极有血性 金峰红了眼摸到啥就是啥 周淼拖着餐腿抱着杨伟的腿 咬着杨伟的脚 金峰则拿着改锥乱捅 找了机会 一把改锥杀下去 杨伟偏头躲过要害 眼睛确实被金峰给扎了 眼珠子被金峰抠出来塞进杨伟嘴里 拿着改锥猛戳杨伟的嘴 PC来的时候 完全被屋子里浓浓血腥吓住了 杨伟被捅了63下 连下面都给捅烂 那儿的碎肉一结一结 撒得满地都是 地上全是血 干涸的血迹引来废品站的藏颖 密密麻麻 嗡嗡作响 满屋子都是 远隔十几米闻着 那血腥味都令人作呕 张丹和龙奥回来 看着不成人样 不知死活的金峰 看着半截断股裸露在空气里 叫得撕心裂肺的周苗 张丹抱着周苗 龙奥抱着金峰 一个抱着一个 嚎啕大哭 后来抓凶手的时候 四兄弟的老大 张丹毅然站出来 说人是他杀的 央卫送到审理最好的医院 请了最好的医生 也没能保住他的那里 金峰在床上里躺了半个月 又被张丹捆在家里 足足关了一个月 等他能下地走路 事情早已尘埃落定 央卫一家本乡本兔 势力很大 为了赔偿杨伟 家里所有的钱 全都给了杨伟家 几兄弟辛辛苦苦 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周苗被打断的腿 砍断的脚筋 还有重伤的金峰 全部自理 还把张丹给搭了进去 后面发生的事 任何人不想去回忆 最关键的时候 要不是王大妈当初站出来 四个兄弟和这个废品站 怕是也得要烧成灰 张丹被判了五年 关在两百公里外的大佛城 金峰去大佛监狱看张丹 张丹就说了一句话 几兄弟你最聪明 带着兄弟们好好活 而这是最大的当事人 黎以雪自始至终 没有漏过一次面 说过一句话 这也导致了原本开开心心 一条裤子四个穿的幸福一家人 彻底决裂 张丹进去没多久 龙二狗跟金峰翻了脸 大打一架之后一个人走了 后来在市区开启了夜排档 他的厨艺好 没多久就挣到了钱 这五年里 龙二狗除了挣钱就是练舞 现在一脚能踢爆一瓶满装啤酒 很令金峰惊讶 直到今天 事情过了五年 龙二狗跟金峰都不对付 两个人见面就跟仇人一般 这是金峰最对不起的就是张丹 还有周苗 因为当时钱都赔光 周苗的腿得不到医治 龙二狗就绑了四根钢条 在周苗腿上 任由周苗自生自灭 每每想到这事 金峰就对周苗心怀愧疚 周苗也因为这事 恨黎一雪恨到了骨子里 黎一雪固然可怜 但他的所作所为 确实令龙二狗跟周苗不齿 后面任凭黎一雪怎么弥补 两个人都对黎一雪不理不睬 单哥回来必须跟我们 龙二狗赶来抢 我跟他玩命 周苗轻声说道 等单哥回来再说吧 奥哥一个人做事 也不容易 金峰冷冷说道 少逼话 睡觉 两兄弟定了计划 周苗守废品站收东西 金峰则负责跑外面 第二天金峰却是八点多才出门 直接去了老城区 说什么都不会让龙二狗把张丹抢了 这是自己的底线 也是自己最大的一个心结 这个结 必须自己解开 废品站必须要开下去 还要做大做强 这是周苗的梦想 孙灵国那方胆诏日月的印喜 也必须要拿到 这是自己踏出去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这些都是要建立有钱的基础上 才能办到 问题是哪里找那么多的钱 今天 金峰要去一个地方 今天 金峰就要把这些钱一次性找齐 刚刚走到废品站出口 金峰就停下了脚步 李以雪推着板车 载着拐子也艰难地在泥地中前行 宽松的校库卷过膝盖 露出白如海盐的腿 白中透着红 粉嫩如桃花般娇嫩 长长黑黑的绣发散乱的披萨在肩头 弯曲的身体就算是穿着校服 也盖不住那玲珑有致的曼妙 娇喘吁吁的李以雪身上 散发出射人心魄的浓郁玫瑰花香 漠然回首 玉脸上露出一抹惊喜的微笑 惊心动魄 美到极致 风哥 金峰停下车一把按住板车 用力往前推 一直推到居尾里的主路上 拐子爷坐在金峰特制的铁箍里 三根手指冲着金峰比划着 嘴里洁洁的大笑 没事 拐子爷 这条路迟早要修 转过头来 李以雪却是推着自己的板车过来 谢谢你风哥 李以雪坐在水泥路边 脱下自己的鞋 用一根冰淇淋的片子 一点一点地刮着鞋上的你 虽然他是乞丐 但动作却是无比的优雅得体 举手头足间身上流淌出来的那种气质 足以颠倒众生 风哥 你坐啊 我给你脱鞋刮你吧 柔柔诺诺的声音如天籁传入金峰耳内 激荡着金峰的心 不用 李以雪叫声说道 那你不用脱鞋 蹲在金峰脚下 李以雪轻轻柔柔地挂掉金峰鞋上的你吧 从包里掏出卷纸把泥浆擦得干干净净 笑着站起来 静静地站在金峰眼前 柔柔望着金峰 瑞凤双眸里 那深深的情意毫无保留地流露出来 路上小心点 过马路看灯 别去车站 要开雪了 那些学生很较真 会看你的学生证 金峰回避李以雪不去看他 点上烟轻轻说道 注意安全 李以雪高翘精致地摇鼻轻轻硬着 从书包里掏出一块薄薄的红色面膜 粘在自己的左脸上 一阵倒顾 李以雪已然从清城清国的爵士美女 变成了面容丑陋的女学生 拍拍自己的校服 李以雪抿着嘴冲着金峰笑了笑 滴滴说道 安全了 金峰点点头 踏上板车 李以雪越言又止 轻轻叫了声 风歌 金峰回头 轻声说道 还有什么事 李以雪咬着唇 笑了笑 摇头 金峰冷冷说道 有事就说 李以雪单薄的身子一致 低着头 轻轻说道 风歌 我好像 看见 杨伟了 金峰默然大震 双瞳顿时收紧 紧紧地握着车把 血往脑门冲 沉声叫道 什么时候 前天 在绕城出口 金峰脑子一阵混乱 深深呼吸 沉默半想 用力把烟蒂往路边一丢 嘴里淡淡说道 我知道了 你小心点 时隔五年 杨伟的名字再次出现 金峰只是震惊了一阵 随即丢在脑后 李以雪看见杨伟的事 并不意外 杨伟给李以雪造成的伤害 一辈子都是他的阴影 金峰给杨伟的伤害 也足够杨伟铭记一声 杨伟要是再赶来搞事 正好薪酬就恨一起算 登了一个半小时 到了老城区 老城区里有家叫做 太华堂的中医馆 在锦城可是鼎鼎大名 坐枕的是赫赫有名的 葛老神医 葛老神医是上了医书 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国手 人心妙手 威望极高 当年张献忠在锦城建立大戏王朝 连连征战 八蜀两地十世九空 杀得人头滚滚 湿山血海 在蜀王宫的废墟中 有一块高七尺 宽三尺 厚八寸的花岗石剩余碑 上面赫然刻着一排大字 天生万物一养人 人无一物以报天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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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款为大顺二年 即公元1645年 这就是最耸人听闻的七杀碑 后来也有专家和学者 对此提出了质疑 张献忠到底有没有 屠戀巴蜀两地的百姓 也一直争论了很多年 真相是什么不得而知 但有个传说却是实实在在 到现在都还流传在 锦城大街小巷的茶馆里 那就是张献忠 曾在太华堂门口 给葛家的先祖跪下磕头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太华堂存在了三百多年 见证了几个朝代的更迭 名声在外 三百多年来屹立在锦城 到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了 锦城特有的一道风景 改开之后 太华堂也是第一批 入选全国百大中医馆的医馆之一 葛老神医也是全国第一批 500名老中医 名列前十 真正的国手 号称真王 不同其他中医馆 太华堂很早就建了 自己的全资医药公司 做的都是自己家方子的中程药 公司很早就上市 产值相当惊人 除了医药公司 葛家还有自己的两所医院 在整个大西南也是相当有名 口碑即家 金峰在锦城待了十年 大大小小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 也知道葛家座堂的时间和规矩 葛老神医已经九十高龄 早已不在座堂 由他的小儿子葛开机接替 葛家座堂的时间跟其他医院医馆不一样 是按照农历来算的 每逢初一 初七 十五 二十三至四天 由太华堂董事长葛开机 亲自垂堂坐诊 其余时间则由葛开机的师兄弟和子孙被接待 太华堂占地极大 前后有五进经过三百多年几次扩建建筑达到了惊人的面积 现在的太华堂除了是国内十大中医馆之外 还是锦城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建筑 拿着牌照的重点保护建筑 门口牌匾也是传了好多年 现在挂在门口的是纺制品 真的牌匾早已作为文物珍藏在太华堂的私人博物馆里 太华堂不缺钱 也不在乎那点门票 这个私人博物馆一般不对人开放 今天是初七 正是个开机座堂的日子 等着看病求医的人山人海 很多人早早地就在门口守着 金峰到了的时候 在取票机取了票 已经排到了500名以后 拿到票的金峰却是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在等候去等着 而是从板车上取下了喇叭 事务招领 事务招领 本人昨天中午在黄泉路中段时得老是珍和一个 珍和款式老旧 那有豪真三组 望施主前来认领 事务招领 事务招领 喇叭里是自己录好的台词 一经播放 顿时引起现不小的轰动 众多来看病求医的纷纷侧目 怒视金峰 金峰却是跟个没事人似的 叼着烟站在板车前 如一根标枪般的挺立 收破烂的标准配置 让很多人对金峰都抱一鄙视 却没有人站出来指责 喇叭的声音开得很大 等候区的人们实在受不了 这回终于有人出来了 来的是个中年人 大约四十来岁 到了金峰跟前 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吃喝 小伙子 你喇叭给我关了 这是中医馆 不是菜市场 金峰不理不睬 却是将声音调到最大 中年人黑了声 指着金峰骂了两句 跟着叫了几个人出来 叫你把喇叭关了啊 听见没有 再不关 我收了你的喇叭 金峰抬手把喇叭关掉 撇撇中年人 冷冷说道 我招葛观月 中年人微微一正 笑出声来 冲着金峰拿枪做事地 训了起来 我师祖的名字 也是你叫的 也不瞧瞧你那德行 还想见我师祖 你以为你是谁啊 啊 告诉你 上次刚到李家里 老先生来锦城问诊 也是提前三个月 拖了关系 才见着我师祖的 你算什么东西 周围的病人们 也深以为然 格老神医的名头响亮 只给大首长看病 一般人想见他 简直奢望 眼前这个收破烂的 竟然大言不惭 要找人格老神医 简直就是傻逼般的行径 CC 众人看金峰的脸色 都抱以一丝同情 想见格老神医 想疯了 金峰将烟地丢地上 淡淡说道 你说了不算 去告诉葛观月 他要不见我 出了事别后悔 这话听在众人眼里 无疑是个天大的笑话 中年人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就当遇见个神经病 原来是个神经病 挥挥手叫道 小伙子 你走吧 啊 以后别上这地方来 我就当你没来过 换做别人 我就叫警察来跟你讲话了 金峰沉生说道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 葛家的惊觉物金针 相信会卖个好价钱 跳上车就要走 旁边一个清朗的声音传来 What 一辆湛蓝色的跑车车窗里 探出来一个脑袋 里面坐着的是一个 二十来岁的小鲜肉 长得特像陈学东 白齿红唇刮子脸 像极了那些年的小花旦 小鲜肉穿得很潮 又手腕带着一只银色的表 左手腕带着一串 一点二的褐色手串 等等 嘿 我说收破烂的 你刚说要把什么卖了 嘿 金峰看看小鲜肉 手腕上的褐色手串 隔着老远就闻到了 一缕浓浓的油香 那香味言不尽意 说不出来具体的香味 很浓 很纯 闻着很舒服 令人神安气宁 这是沉香的特有香味 而且还是水沉香 水沉香是沉香中的极品 仅次于沉南沉香 价格跟河田玉子料 和高等级翡翠一样 都是论客来卖的 价格更是远超黄金 这只是其一 金峰注意到 那小鲜肉的水沉香手串 包浆厚实和香味 一下就断定 这手串至少也得有一百年以上 再看看小鲜肉开的红色跑车 车标是一匹骏马 法拉利458 价值至少两百万 这是一个极其有钱的富二代 金峰从包里摸出 昨天捡到的小叶紫坛盒 随手扬了扬 语气平和 小叶紫坛豪针鹤 里面装着72根雾金豪针 啊不是吧 小鲜肉赶紧摘了墨镜 扔一边去 轻轻一摁 剪刀门往上开开 引来了好多人羡慕的目光 中年人见了这小鲜肉 赶紧跑过去 满队谄媚的笑 弯腰低头 滴滴叫了声 小少爷 要出去啊 小鲜肉正眼都没回中年人一个 三步并坐两步 到了金峰跟前 定眼一看 顿时撕了一声 看金峰的眼神都不对了 这 哎 我说 哥们 这东西你从哪来的 这一幕出来 刚才还对金峰气势汹汹的中年人瞬间哑巴了 剪 剪的 不是 哥们 这玩意你 上哪儿剪去啊 这是我们哥家传了两百多年的乌金针呀 这话出来 那中年人当即到吸一口冷气 脸色巨变 看热闹看稀奇的人们也是被吓得不轻 金峰不冷不热地说道 针确实是乌金针 东西确实是我剪的 小鲜肉啊啊两声 猛一拍脑袋 恍然大悟地叫喊起来 哎哎 哎 我晓得了 你 忽然小鲜肉凑近金峰跟前 压低声音 神秘兮兮兮地说道 哥们 昨天在黄泉路 是不是你 金峰偏头扫了小鲜肉一眼 恩了一声 听到这话 小鲜肉顿时瞪大了眼 直溜溜地上下打量金峰起来 小鲜肉看金峰的眼神有些不对劲 嘿嘿嘿地笑起着 神情古怪甚至有些滑稽 我就说怎么男人婆今天一早 就跑鹅眉山给爷爷烧香去了 爷爷跟老汉今天火气也不小 怪不得嘞 原来是这样 哈哈 原来 哈哈哈哈 小鲜肉肆无忌惮 旁若无人地哈哈笑着 不停地摇头 金峰微闭着眼 陈生说道 我 现在要见个观月 小鲜肉微微一愣 禁不住扣扣脑袋啊 今天恐怕不行 爷爷他正在给人看病 要下针嘞 没了乌金针 爷爷得改用试边针 估计累得够呛 要不明天你再来 嘿嘿 明天 我小姨一准在 金峰心一沉 冷冷说道 乌金针 我卖骨完成去 小鲜肉呆了呆 眨眨眼 小生说道 我说哥们 你真是来卖针的 不是来泡妞 金峰转身就走 十分钟后 小鲜肉葛俊轩领着金峰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太华堂后院 连路过来 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锦旗 各 是各样 看得眼花缭乱 最豪的几面锦旗 上面的字都是用金丝缝的 边上还嵌了各色宝石 豪的令人不敢相信 再看看上面送锦旗人的大名 澳岛千一级巨拨 人称赌王 也就释然了 连着穿了四个天井 每个天井都别有洞天 风格各异 极具品味 到了后堂 风景更是绝好 颇具民国风情 让金峰有些恍惚 假山鱼堂 相张彼直 一丛丛金色翠竹 生机盎然 各色蓝槽轻轻绽放 分箱满园 来不及欣赏眼前的美景 金峰的脸色微微一变 近70平米的院子里 站着不少的男男女女 各个气度不凡 衣着华丽 穿戴名贵 每个人的神色素目沉重 院子里鸦雀无声 落针可闻 就连空气中泛出沉门的压抑 那棵树林已经超过800年的银杏树下 一位须发聚白的老者靠在藤椅上 老者穿的一身浮瘦对筋糖装 脚下是一双千层底部鞋 脸上有些个老人般 神色有些不自然 那就是我爷爷 看见没 我爷爷给那小孩看病 估计欲着事了 不敢下针 葛俊轩带着金峰进来 大根就没引起在场人的注意 躲在众人后面 压着声音对金峰说道 我爷爷这回要栽 从我起来到现在 都做了好半天了 喂 你就在这别动啊 等我爷爷完事 再跟你谈无金针的事 嘿嘿 我爷爷见了你 肯定要留你吃饭 大救星那 不着边际的话 让金峰有些奇怪 很快就被眼前的情况 给吸引住了 疼以上的就是 全国十大名医之一的葛关月 年纪已经九十高龄 学中医的 一般保养的都很好 葛老神医也不例外 不过看见他现在的脸色 有些发青 金峰也感到微微压抑 要知道 葛关月已经金盆吸收多年 倒也不是不给人瞧病 不过能让葛关月上手把脉的 全国也不会超过一百个 轻轻上千扫尸一圈 只见桌旁边放着一张特制的 专业级活动病床 病床两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专业设备 呼吸机 监护仪 血带 每一件仪器上都标注的外吻 全是进口货 病床上躺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是个光头 面色惨白的可怕 就像是死去多时 刚从冰棺里拖出来那般 浑身僵硬 手足平放 嘴唇青子 若不是睫毛轻轻地闪动 金峰也会把他当作死人 病床周围站着四名中年护士 还有两名白大褂 各有分工 一直守着小男孩 再看看哥老神医 样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脸上发青发黑 嘴里嚼着身片 胸口急促起伏 面前的条案上 搁着一排专业的豪针 在太阳光下朔朔闪着冷光 惊觉十三针 看情况 哥老神医似乎出了针 似乎也没医好人 不对啊 我爷爷出针了 哎呀 我就知道 完了 这回 灾了 妈逼的 我就知道 天都城老中家 就是靠不住 葛俊轩一拍脑的 懊悔不迭 捏着拳头 狠狠地叫着 葛俊轩虽然是个傅然带 但却是个自来鼠 性格也开朗 丝毫没有因为金峰是收破烂的 就嫌弃金峰 话多的葛俊轩拉着金峰 纷纷不平地说到了一番 金峰也弄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床上躺着的这个小男孩 叫颜开宇 来自临省颜家 矿叶大王 颜开宇的出生本就破费了一番大周折 他母亲是天生的婴儿子宫 书名叫做幼稚子宫 这属于先天性的病 发育不良 为了生他 他母亲做了很大牺牲 生下颜开宇以后 自宫切除 终生不能再孕 颜开宇作为唯一的嫡长孙 将来可是要继承家业的 地位可不是一般的高 含着金钥匙出生 享尽荣华富贵 但世上知识不如意 十之八九 六岁那年 颜开宇得了一种怪病 初始在本省最好的医院 被诊断为血癌 也就是俗称的白血病 白血病要说不好治 那是肯定的 不过对于颜家这种豪门大户来说 也就是配点骨髓的事 几百上千万的重金砸下去 很快就在宝岛的骨髓库里 寻到了匹配的骨髓 骨髓移植过后 颜开宇慢慢好了起来 颜家自然皆大欢喜 没想到过了三个月 颜开宇的病情复发 比起原来更加的严重了 颜开宇的症状很奇怪 那就是咳血 病情一发 上吐下腺 蹊跷来血 最恐怖的是 换血之后的诡异怪事 换血之后的七十小时 颜开宇的血开始凝结 这种情况千古未有 病情确切之后 所有人的都吓傻了 而这种病症 除了不停地换血之外 再无他法 换血肯定没问题 颜家多的是钱 换血就跟换水一样 但无独有偶 颜开宇的血性 是很罕见的熊猫血 熊猫血全世界也就那么些人 这可是拿钱都买不着的玩意 颜家再牛逼 也不可能把这些人都豢养起来 做血奴抽血机 于是 颜家再次开始了漫长的的求医生涯 本省最好的医院医治部了 接着辗转一线城市最好的医院 跟着到国外 再到国内 同样也难住了每一个专家 没有一家医院能查清楚颜开宇的病状 但任凭各国专家烧坏了脑子 中医西医各个名家用尽了法子 开出了不少方子 就是治不了 眼见着颜开宇一天天不如一天 颜家上下心计如焚 却是无可奈何 求医问药的各种艰辛 非一般人能体会得到 颜家是矿业大王 在行业里数一数二 关系肯定没得说 金钱开路四下奔走 最后搭上了一条线 那就是御医世家的中家 那可是地位比格老神医还要牛的主 御医 光是这两个字就够了 也不知道欠下了多大的人情 花了多少重金 终于败回到了中家老太爷 中家老太爷也破例给颜开宇把了脉 御医世家 非同反响 中家老太爷给出了准确答案 坏血症 最多能活五个月 御医铁口直断 抑郁道破颜开宇的怪病 坏血症在西医上完全找不到对应的名称 中老太爷一个电话 把国家医学博物馆的馆长交了过来 指着馆长带来的一本北宋课本医书说道 只有这个病例 宋代课本古籍那可是最稀罕的国宝 全世界也没多少本 尤其是北宋课本古籍 数量比原青花还少 课本医书那简直就是国宝中的国宝 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 宋代是整个神州文明理文化的巅峰时代 经济更是富裕的不得了 当时宋代富裕到什么程度 宋代的官员工资高得离谱 宰相一个月的月薪能买12万斤毫米 宋代的汴凉城 守城的士兵穿的是丝绸做的靴子 宋代的老百姓 街边馆子送外卖的酒具都用的是银子打的 宋代的古籍也是神州一绝 但是流传下来的确实很少 每出一本 那就是天价 宋代的文化达到了当时神州有史以来的最顶峰 大量的民间书方自己出书 书的内容包罗万象 涵盖了整个神州文明历朝历代各个领域 无所不有 这本颂课本里记录了被称为坏血症的病例 还有方子 众人在钦佩钟老太爷博古通金本领的同时 也深深地犯了愁 那就是方子上的药材 现在 已经配不起了 这是没法子的事 大工业化革命以来 科技腾飞 人口暴涨 为了生存 只得环境让步于人类 很多珍惜植物动物就此灭绝 病症被钟老太爷 找了出来 但要治好言开语 却又成了一个难题 案例说 钟老太爷把病症给找了出来 方子也是现成的 也就算是人之意尽了 至于方子上的药配不配得起 那就不关自己的事 不过钟老太爷却是没这么做 毕竟自己是御医 也因为严家的关系 面对严家众多人的哀求 钟老太爷就给了另外一条路 可以去找锦承葛关月那碰碰运气 活不活 看他的造化 这句话就把葛关月给害了 葛关月早就金盆洗手的 这回又被钟家老太爷给揪了出来 没法子 现在在业内 就钟家老太爷的辈分最高 他的话在中医界内 就是圣旨 葛老神医接到命令 也拿到了详细的病情记录 很快拟定出治疗方案 这种病只得上家传绝技 惊觉13针 今天就是失针的日子 中间出了个小插曲 那就是葛家传了200多年的乌金针 没了 至于为什么没了 说起来都是累 迫不得已 葛老神医又换了讨号针 毕竟葛家珍藏的明针也不少 拼了全力 13针下去 言看语的情况摆在眼前 啥反应都没有 葛家精觉13针 号称全国第一针 传自秦朝大家过语 后来又得到了 针灸大家画佗的一些针数 结合起来形成了精觉13针 当年葛家的先祖 就是凭借精觉13针 救了冰死的大戏皇帝张献忠 继而名传天下 至今300多年 精酒不衰 听完葛俊轩的啰嗦和口水 金风微微动容 竟然会有这种怪病 这回咱们老葛家的招牌 算是彻底砸了 老爷子一是英明 临到黄土埋伯梗 就这么玩完了 轻轻拽拽金风 滴滴说道 金哥 情况不妙 我觉得我应该趁着最近房价高 赶紧把这老宅子卖了 一居天堂之城 还能做个乐不思蜀的安乐后 你看看行不行 幽默风趣的葛俊轩 一本正经地说出这些话来 脸上愣是找不到 一丝丝开玩笑的模样 金风瞥了葛俊轩一眼 不苟言笑 平静回应 房产证上是你的名字不 葛俊轩呆了呆 狠狠给了自己一下 还真不是我名字 全我小姨的 一脸愁苦的葛俊轩 唉声叹气 完了完了 以后我们葛家风筝关门 我就只能分到太华中医院 要不 把太华中医院改成太华宾馆 转时转的少了 好歹也能混混日子 葛俊轩一个人演着单口相声 哪像是一个紧承的超级少爷 一把拉住金风的手臂 正色地说道 金哥 我小姨就拜托你照顾了 金风闻言脸色一沉 这时候 葛老神医缓缓睁开眼睛 第一件事就是扭头狠狠 盯了葛俊轩一眼 金风双眼一领 90岁高龄的葛关月 眼神犀利如电 令自己有些惊讶 怪不得90岁了 都能使出金爵十三针 原来也是练过那家拳 葛俊轩被自己爷爷盯了一眼 吓得赶紧捂住嘴 用着自己爷爷挥手 不停指着金风 比划着金风看不懂的手势 葛老神医眼神里带着责备 却有些溺爱 在金风身上关注了一秒不到 辫字一开 双目紧闭 面带愁容 眉头紧锁成穿字 想是遇见了极大的难题 不时摇头 手指不停敲着膝盖 葛家的徒子徒孙们 则老老实实地站在一边 大热的天汗流加倍 愣是没人敢动一下 而在另外一边 严家上上下下各个凝神静气 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严开宇的父母 外公外婆紧紧地互相掺着 无声地彼此鼓励 严家的长职者 严卓智则坐在另一张藤椅上 一言不发 并床上 严开宇小朋友气息全无 头上挂着血带 500毫升的血带 就是价值十数万的熊猫血 身边的一栋冷藏箱里 这样的血带还装着二十代 这样的一栋冷藏箱 葛家的内部停车场的特制医疗车里 还有整整四个 严家实力 可见一般 这时候 要把自己家祖艳卖了的 败家子葛俊轩 轻手轻脚 却又迫不及待地走到自己爷爷跟前 傅儿说了几句 手指毫不客气地指着金风 冲着葛老神医窃窃私语 模样滑稽古怪又可笑 葛老神医面色一动 望向金风 足足看了金风五秒 忽然间 葛老神医冲着金风露出一抹微笑 金风平静点头 算是回应 葛老神医目光说说 透出一抹一样 脸上的笑更加意味深长 葛俊轩笑得更加灿烂 两眼放光 乐得屁颠屁颠地回来 拽着金风滴滴说道 金 哥 有门黑 咱们以后要是成了一家人 你可得那啥 金风有些错愕 偏头看看葛俊轩 沉着脸问道 你说什么 葛俊轩捂着嘴嘎嘎地笑 滴滴说道 这要是 真成了 哈哈 嘎嘎 这时候 旁边一个黄梨翠鸟般的动听女生传来 葛俊轩你个混蛋鬼鬼祟祟的在这里干什么 一个身着阿迪露气套装 脚下却穿着一双高帮皮靴的女孩歪着脑袋看着金风跟葛俊轩 鹅蛋脸 硕大的太阳镜把鹅蛋脸遮住了一半 更显娇俏 丰润的猪唇微微张着 狂野而奔放 宛如夏日里最美的水仙 看到这个女孩 金风眼角顿时一抽 黑色的紧身阿迪将女孩紧致的身材凸显得令人发指的极致 古铜色的皮肤在太阳下翻起一片健康的光泽 短发其二 随着女孩的步伐飘荡 英姿洒爽 惊艳似作 葛俊轩 看你小子这副鸟样 是不是想联合外人来偷咱家的古董 脸都快削烂了 遇见什么好事了 葛俊轩见到这女孩 哎呀叫了一声 双手一拍 小姨小姨你来得正好 有人要卖你东西哎 女孩嗡了一声 望向金风 墨的间 女孩脑袋伸长了足足三寸 葛俊轩翘着大拇指指着金风 脸上的表情怪异而夸张 女孩猛地将墨镜摘了下来 渊源水灵的杏眼瞪得老大 跟着脸色突变 小姨 你昨天说的那混蛋就是她吧 葛俊轩还没来得及说第二句 女孩早已冲了过来 娇声叫道 这么巧啊 收破烂的鬼门针 又见面了 你怎么知道老娘家在这 来收东西啊 嘴里叫唤着 抬手毫不客气 重重拍在金风肩膀 金风脸色一晒 很是无语 这个女孩就是昨天在黄泉路碰见的警官女首长 葛俊轩嘿嘿了不停 小声叫道 小姨 你说的就是她吧 啊 眼光独特 口味真重啊 小姨 你闭嘴 女孩娇吃出口 莫名其妙地看了金风一眼 抿着嘴 嘴角上翘 三秒之后 女孩竟然笑了起来 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葛俊轩嘿嘿笑起来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 一本正经地说道 对了 小姨 这位帅哥是来卖东西的 乌金套针 听到这话 女孩面色一顿 目光一扫 停留在金风的手里 立马哈哈嗝嗝 旁入无人地大笑起来 嘴里更是没心没肺地叫着 原来是你捡了乌金套针啊 我就说乌金套针怎么会没了 原来是你捡了 你还针 是你捡的 我就放心了 赖还真的啊 是个男人啊 我顶你 待会我叫人把咱家所有废品都给你装上 包你赚一笔 以后咱们家医院的废品回收就给你承包了 哥哥哥 真爷们 对了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里 路子爷啊 破烂王 一边说着 又狠狠给了金风胸口两拳头 打得邦邦作响 N BSP 金风哼了一声 紧紧抿嘴 硬生生地收了女孩两拳 身边的葛俊轩别着嘴 一脸鄙视 大声说道 小姨 敬爱的葛指南小姨 人是来卖乌金套针的 不是还 是卖 我看你是被幸福冲昏头了吧 这都听不见 女孩葛指南笑容瞬间凝结 眼珠子瞪圆 死死地盯着金风 沉生叫道 鬼破烂 你 是来卖我乌金套针的 金风平静点头 语气和缓 对 卖乌金套针 葛指南眨眨眼 有些发猛 确实在瞬间爆发出来 指着金风鼻子 歪着脑袋 冷冷叫道 有种再给老娘说一次 金风不为所动 平静如稀 我 来 卖乌金套针 戈指南花容变色 瞬间爆发 咬牙切齿地叫道 你这个混蛋 赶来敲诈老娘 老娘打死你 五指齐出 虎口张开 一个前探 刷得下 抓向金风肩膀 左脚闪电钻出来 直踢金风下当 金风心头有火 这个戈指南简直不可理喻 出手更是狠毒 手上的动作却是不慢 身子一侧 往后一缩 双手掌心正反虚握 就着戈指南来的方向过去 双手一紧 瞬间握住了戈指南上下臂 跟着反手一扭 戈指南心头一领 毫不慌乱 跟着金风的去世 翻身一转 却是顺势就一个道踢腿 直打金风脑袋 金风不慌不忙 右手往上拎着戈指南的阿迪胸口衣服 身子借着戈指南的力道 猛的一拽 戈指南凌空翻腾起来 情不自禁地下压 下批金风 炫白浑圆的双腿映入金风眼帘 似有一股热浪迎面扑来 金风眼睛一闭 一把抓住戈指南滑腻的脚踝 反着方向往上顶 这下场面就相当的暧昧了 金风肩膀扛着戈指南的腿 高高举着 单手一抓 余光一扫 该看见的不该看见的都看见了 戈指南柳眉倒树 气得大叫 爆喝一声 反肘横撞金风太阳系 金风刷得下松手后退 戈指南收拾不住 双腿呈180度下滑落在地上 撕了个漂亮的一字马 这一幕出来 戈俊轩早已看呆了 戈指南抱着自己的前腿 腰部猛地发力 瞬间挺立站起 柳眉倒树 攥紧拳头 恨声叫道 鬼破烂 你敢摸老娘的女奶子 王八蛋 老娘杀了你 金风站着不动 心平气和地说道 你先替我下面 戈指南怒道 老娘可是女人爱 你个混蛋 老娘第一次被人摸凶 我要杀了你 说着 戈指南伸手下探 竟然当着金风跟自己侄儿的面 摸向了自己的短裤 金风猛得的一呆 继而一惊 因为 他看见戈指南短裤侧边露出来的一把黑色手枪 葛俊轩赶紧上前 一只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一只手做了虚的手势 面色怪淡而惊慌 小姨冷静 冷静 别掏枪 千万别掏枪 爷爷正在给小朋友看病 都下了针了 没一好 戈指南侧头看看银杏树下的葛老神医 脸色一变 一把扯住金风的包 低吼说道 跟老娘过来 狠狠地将金风拉到假山后面用力一推 四声叫道 臭破烂 你到底想干什么 金风静静说道 卖乌金套针 戈指南飞都快气炸了 极力压低自己的声音 低吼闷叫 你能要点碧莲不 捡到老娘的乌金针 你还有脸上门来叫老娘回收 葛俊轩在旁边也跟着恩恩点头 实惊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金风脸上看不到一抹羞愧 波澜不惊 心平气和地说出一段话来 我昨晚看了电视 游人十到一笔三百万的巨款 要求施主给予百分之十的奖励 后来闹到法院 法院判决也支持 你们不回收 我卖别人 戈指南呆了呆 戒而气得浑身发抖 眼珠子里全是血丝 胸口急速跳动 宛如连绵不断的扇乱 臭混蛋 戈俊轩赶紧说道 小姨 她叫金风 金风 臭混蛋 嗯嗯 戈指南恨声叫道 金风臭混蛋 你一个收破烂的臭破烂 竟然敢敲诈老娘 戈俊轩虎着脸 冷冷叫道 敲诈 你信不信 老娘今天就叫你进去唱铁窗泪 戈俊轩立马接口 铁窗泪 金风确实不为所动 不动如山 轻轻冷冷说道 收还是不收 戈俊轩立刻接话 满脸正色 一本正经的叫道 收 别说乌金针 我小姨连你一块收 哎呦哎呀 小姨轻点 哎呀呀呀 戈指南拧着戈俊轩的耳朵 狠狠踢了戈俊轩屁股一脚 娇斥怒骂 闭嘴 再指着金风 嘀吼出声 臭破烂 最后问你一句 你到底想干嘛 金风深吸一口气 平静地望着戈指南 深邃如星海般幽碎的双眸中 透露出一股决绝 脉 无金 套针 戈指南看着金风的双眼 经不住一愣 一颗心猛的一颤 被戈指南揪住耳朵的 葛俊轩半蹲在地上 一只手抓住 葛指南的手 不停地叫痛告扰 小姨 小姨 这个混蛋不靠谱 你还说 他是你的至尊宝 我看就是个牛魔王 什么春风实力不如他 结果是个 父亲大王八 葛指南一听这话 脸一下青红交加 手里用力 将葛俊轩的耳朵 狂拧了一圈 葛俊轩顿时瞪大眼 却不敢叫出声来 一口咬住自己的手臂 倒在地上 痛不欲生地打滚 葛指南狠狠地将金锋一推 咬牙切齿地叫道 你有种 你特么是老娘 见过最不要脸的臭男人 老娘眼睛瞎了 说 要多少 金锋闭上眼 一字一句说道 94万2775 扑 倒在地上的葛俊轩 忘记了耳朵钻心的痛 扑得一口 娜娜问道 多少 金锋平静地再次爆出价钱来 这个数字是自己需要解决 目前最大的两个困难 所急需的钱 葛指南同样错愕当场 葛俊轩觉得这是很有古怪 赶紧其身 不停地揉着通红的耳朵 好奇地问道 我说金 哥 你怎么会要这个数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干嘛不要100万 94万 95万 非得要加点零头 是图个吉利吗 金锋不卑不亢地说道 我还差这些钱 说到这里 金锋眼睛里闪过一抹深深的痛 为了废品战 为了胆遭日月 为了将来张丹出来不受苦 自己没有选择 石金没了就没了 良心没了就没了 久久没说话的 葛指南一直盯着金锋 突然间冷冷娇斥 不要避连收破烂的臭混蛋 老娘 不回收 这话出来 金锋浑身一震 葛俊轩张大嘴 整个人都猛了 葛指南指着金锋 冷笑叠叠 老娘不要了 乌金珍老娘不要了 你尽管拿去卖 你要不卖 你就是狗生的 金锋沉默几秒 两天轻轻吸了一口气 从包里掏出乌金珍和 往葛俊轩怀里一扔 默然说道 怀疑 情况突变 画风斗转 这回 葛指南跟葛俊轩全都愣住了 乌金珍和扔出去的一瞬间 金锋心头一块大石头落地 浑身轻松了不少 目光从葛俊轩脸上扫过 落在葛指南的脸上 比大海还要深邃的眼睛里 一丝歉意默默流淌 那一刻 让葛指南的心被深深地刺痛 走了 寥寥短短的两句话 四个字平淡的不能再平淡 却包含了一股子悲愤的落魄 漠然转身 金锋轻轻低头之后 昂起不去的脑袋 往外就走 葛指南呆呆地看着 金锋坚挺却又孤独的背影 心不住伸出手来 却是硬生生地停在半空 心里有句话几乎就要脱口而出 这当口 银杏树下传来一声 久久长长的叹息 一个后廊苍老的声音响起 对不住 老夫尽力了 院子里顿时间悲鸣哭声和哀痛 响彻半空 葛指南急忙挥转头来 只见卓哥老神医站在 颜开宇小朋友身边 微微健身行礼 摇头叹息 神情消烁 另一边站着的中年夫妇 是颜开宇的父母 紧紧地互相搂着 泪流满面 来这里的自然的都是 颜开宇小朋友的至亲 听到这个消息 个个无不低头捶泪 颜开宇的母亲气不成声 软到在地 颜开宇的老爹颜九明 似乎早已料到了这般结局 这些年满世界的奔波 早已令自己身心疲惫 心力交瘁 神州御医世家 当时医术第一人钟老太爷 找到了颜开宇的病灶 也宣布了颜开宇的死期 神州十大神医 真王葛观月葛老神医 施展精觉神针 却是依然治不了 颜开宇的坏血症 两大神医一起出马 结果都无法拯救自己的儿子 得到了最后的宣判 颜九明脑子嗡嗡作响 往后倒退了几步 被自己的至亲扶着 眼家的执掌人颜老爷子 勉强起身 手摁着红木太师椅 强装镇定 冲着葛观月微微欠身行礼 轻声说道 谢谢葛老 命人扶起自己的儿媳 颜老爷子轻轻说道 各有各的命 这就是小雨的命 带我的小孙回家 我亲自陪我小孙孙走完最后一程 说完之话 颜老爷子痛苦地揪住自己的心口 一行老泪落下来 颜开宇的母亲哭成个泪人 一下子扑到在颜开宇的身上 抱着动也不动的颜开宇 放声痛哭 这当口 颜开宇微微眨动了眼睫毛 似乎也感受到了亲生母亲的悲傲 轻轻睁开眼 呆滞地看了看自己的母亲 眼睛里闪过一抹欢喜 紫青烂黑的嘴唇轻轻如动 妈妈 别哭 小雨 不 后面的痛字再没说出来 颜开宇的鼻孔 耳朵 眼睛和嘴里 鲜血猛地下狂涌出来 跟破了的水桶一般 鲜血四下乱飙 瞬间成为了一个血人 脑袋一歪 喷出一口血块 再无声息 小雨 雨儿 小孙 颜开宇的知青们痛苦地哀嚎 扑到窗前哭着大叫 天啊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啊 颜开宇的母亲 七里悲傲出声 紧紧地揪住自己的头发 跪在地上 发出夜半鬼哭的利嚎 转瞬之间 她头上乌黑的青丝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白了一半 这一幕惨绝人寰的画面出来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惊叫出口 葛俊轩收敛笑容 静诉无语 葛指南偏转头 泪水长流 倔强地擦去 转眼却是不争气地流下来 乌丝近白的一幕出来 金风黯然闭上眼睛 颜开宇的父亲颜九明 硬挺着起来 拜拜瘦 颜家最专业的医护人员上来 推着特制的病床就要离开 老天爷你如何带我颜九明这样绝情 我颜家四代行善积德 抗战我们捐钱 解放我们捐物 这些年我们修桥铺路 安置民生 我们颜家没有挣过一分钱的黑钱呢 颜九明仰望蓝天 四生裂肺地吼叫出来 双手拿着一跌病历报告书 奋力将的报告书扔向天空 小雨 爸爸陪你 咱们回家 咱们回家 亮呛起身 跌跌撞撞走了两步 泪如鱼下 金风轻轻叹息 提提自己的胯包 默默转身 就在这时候 一张A四指飘落在金风眼前 随眼一瞄 金风面色大变 经一出声 视线随着A四指飘洒而落 一直到地 金风早已将纸上的内容 看得清清楚楚 身子陡然大震 A四指上 赫然是坏血症的记录 是从医学博物院 那本宋代孤本里复制过来的资料 坏血症 又称凝血症 看到这里 金风眼神闪烁不休 脸上涌起一阵激昂的色彩 金风停下脚步 默然转身 站在原地 静静说道 颜老板 或许 我能治好你儿子的病 这话出来 颜九明浑身俱阵 颜家所有人全都转过了头来 葛指南 葛俊轩睁大了眼睛 葛老神医也是微微失神 你能治得好坏血症 你 颜家的人正正地看着金风 小声地问道 金风手里拿着A四指 平静而又坚定地说道 我能 在场的人不下40个人 都是葛家的至亲和葛家的徒子徒孙 无一不是名声在外的名人 就连葛家的座堂医生 那都是上了中一网的名师 当着这些名人名医的面 金风喊出了我能两个字 让所有人都猛了 你好大的口气 敢说能救他 葛指南从假山背后跳了出来 到了金风跟前 指着金风娇声呵斥 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 也不瞧瞧的你那臭德性 一个收破烂的还敢说这话 失心疯了是不 缺钱就跟我说 不就是90多万的是吗 我给你 我给你100万行了不 跟我来 说着 葛指南就要拉金风的手 金风却是抬手正开 葛指南有些急了 咬着牙沉声说道 不开玩笑啊 我给你讲 这是开不得玩笑 金风正色说道 我没开玩笑 我 能治好 言开于小朋友的凝血症 金风一脸肃然 语气坚定无比 让对面言家上下都感到很是惊讶 看看金风的穿折打扮 却是不敢相信 又听见哥老神医的小女儿 亲口叫金风说破烂的 更加的对金风不信任了 不过能出现在葛家后院 又跟葛指南有点瓜葛的 自然非同常人 严家的人虽然对金风没有好感 在这种场合也不便发火 葛指南却是火大了 站到金风跟前 面对面对着金风 鼻子距离金风的鼻子 仅仅不到五公分 滴滴地叫道 金风 你别捣乱 你不是就想要钱吗 老娘给你行了不 虽然葛指南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婆 家暴力女 但当他站在金风跟前的时候 暴力中带着思思埋怨 却是带给金风一股异样的感触 你的钱 你不给 我不抢求 请你让开 不要妨碍我救人 金风的声音也压得很低 旁边葛家 严家的人瞅着二人 还以为两个在亲密的窃窃私语 说着情话 严家的不好说什么 葛家这边的十几号人的脸上的表情 那叫一个精彩 天呐 我都看见什么了 我的老天爷 我没看错吧 万年老厨女小师妹竟然 当众跟人打拨 真是重口味呢 竟然还跟一个收破烂的打拨 葛老神医就站在银杏树下 皱着眉头 看着假山边上的一对情侣 自己这个小女儿可算是真正的老莱德女 跟病床上的颜开语一样 生下来就是掌上明珠 深受全家的宠爱 如今马上就要迈入三代处理器的人了 可她的终生大事一直得不到解决 为了这事 自己也是伤透了神 费尽了心思 葛家的势力在全国来说拍不上号 好歹也是上市集团 钱财真不多 也就够儿孙拜三辈子也拜不完 可偏偏自己最宠爱的掌上明珠 却是朵奇葩 锦城的十家子弟也不少 愿意跟葛家联姻的真的很多 见面的时候 南方家对自己女儿也是相当满意 NBSP 无论是颜值还是事业 都非常满意 可没两天 南方家带着儿子过来退化 每次来退化 那对自己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要不是自己小时候练过那家犬 一准得活活给妻死 退化的南方家儿子 轻一点的脸上青子 重一点 那就是戈丹架上 久而久之 自己的掌上明珠在锦城就出了名了 最惨的一次 那就是钟家老太爷的关门弟子 在御医院进修的天才 那一次让自己的女儿彻底扬名全国 钟老太爷最宠爱的关门弟子 御医院的天才跟自己宝贝女儿谈了三天恋爱 第四天就从国外暴击回来 深更半夜敲开太花堂的门 跪在自己身边 嚎啕大哭 葛叔 我陪指南在国外待了三天 就被打了整整72个小时 从小到大 连我妈都舍不得打我一下 从那以后 自己就断了给自己宝贝女儿找个女婿的念头 真是家门不幸 想到这里 葛老神医看着对面两个人 心里常常叹息 我堂堂真王最宠爱的女儿 竟然跟一个收破烂的好上了 也罢也罢 假山旁边 葛指南对金风的冷言冷语气得不轻 顿时脾气上来 勃然大怒 叫声大叫 你知道坏血症意味着什么吗 你懂吗 啊 连我爸都治不了 你算什么东西 你给我滚 面对葛指南的一只气势 金风淡定自若 侧不上前 面对即将离去的严家上下沉声说道 严老爷子 我可以治好严开语的宁血症 严老爷子定住脚步 看了看金风 神色暗淡 面色灰败 说不出来的绝望 轻轻地摇摇头 沙哑的声音带着悲怅 小伙子 谢谢你的好意 心领了 我小孙他躺在床上好些年了 所有人的眼泪都为他流干流尽 什么发自都用了 还是就这么躺着就躺着 活着对我小孙来说太酷太窝囊 他才八岁 才八岁 与其这样生不如死 就让他走得快快乐乐的吧 大伙都解脱了 说完之话 低垂着头 行动缓慢 慢慢地移动走着 严家上下无不垂类 悲傲痛苦 金风闭上眼 静静说道 既然你孙子注定要死 让我事实又何妨 严家老爷子文言顿时一正 金风深吸一口气 朗生说道 坏血症也叫凝血症 这种病症的记录 并不止只在宋科版固本里才有 这话出来 在场的人纷纷一愣 阁老神医经一出声 金风接着说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明朝照真道着写的百男症里面 对坏血症也有过详细的记录 阁老神医争了争 身边的徒子徒孙们更是一片迷惘 阁老神医收的几个亲传弟子中 站出来一个老头 大声说道 赵震道的名头我们都听过 不过他写过百男症 恕我孤罗寡文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另一个老头冷笑叫道 我跟着师父学了三十年医术 从没有听说过赵震道 还写过百男症这本书 小伙子 你又是从哪知道的 其他的人也纷纷随声附和 赵震道师承自音派祖师 朱振亨一脉 在明末固然有名 但却没有任何医书传下来 中医始终 也没有这个记录 小伙子 不懂不要信口开河 就是 我们几个都是教授级别 连我们都不知道 你 呵呵 这些都是行医二十年三十年的老头了 放在各个中医院中医馆去 那可是一等一的专家 真王的亲传子弟 最差的也有七成 这些专家们平时在锦城 也各有各的医馆 却是轮流着在太华堂作馆 因为这是太华堂的规矩 连这些禁营医术几十年的 明医教授都不知道的医学古书 金峰怎么可能晓得那么清楚 这个人张口就来 绝对是在胡说八道 小师妹找这样的男人 以后太华堂怕是要完蛋 面对众多专家的质疑 金峰大声回应 百男症却是为赵震道所作 信不信有你们 百男症中记录了 一百九十种疑难杂症 包括明朝末年的那场大灾难 众人一听 纷纷愣住了 明朝末年 大灾难 这是 远处的阁老神医 揪着自己的胡子 思绪急转 忽地想起一件事来 忍不住就要开口发问 金峰确实接着说道 坏血症也在其中之一 根据百男症的记录 患者的年纪都不会超过十岁 当年明朝浮宫王朱长循 最宠爱的小郡主 就是得的这种坏血症 而 治好小郡主的就是赵真道 金峰的话说得很大声 治好两字顿时引起了 严加上下的注意力 纷纷转向金峰 话刚若音 旁边一个专家老头 当即发难 大声质问 那么你倒是说说 赵真道又是怎么 医治好小郡主的 金峰扬起手中A四指 跟这个方子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 各家的徒弟徒孙们 纷纷大笑起来 指着金峰讽刺挖裤 绕了那么大个圈 原来还是用的这个方子啊 我当赵真道有多了不起 还以为他自创了什么新的方子 原来 还是跳不出前人的路数 呵呵 小子 你在跟我们炫耀你的高深学时吗 可惜 这些都没人能证实 金峰淡淡说道 我说的这些 真假不用你们甄别 你们 也没那本事 你们 不过是一群鼠辈 看到的 不过是 眼前一点点的薄雾 众人脸色顿便 沉了下来 望向金峰 金峰平静的就像大海一般 找不到一丝丝的波动 金峰说出来的这句话 深深地刺痛了 葛家的各位专家名医 什么时候 真王的亲传子弟 受过这么大的侮辱 在座的这些专家名医教授们 随便拉一个厨具 都是中医网上挂了名 贴了照片的老中医 自己的医馆 每年都会接待全国各地 两岸三地的无数求医者 甚至连海外 都有人慕名而来 然而在今天 却被一个收破烂的 骂自己是行将就木的老鼠 徒子徒孙是老鼠 那真王葛老神医又是什么 老鼠头子 这简直就是不可原谅的侮辱 一份填膺 怒不可恶的人群中 立刻就有人跳出来 指责金峰 声色俱利 你这话什么意思 当着我师父的面 你敢说这话 你是不是故意的 说这话的是 葛老神医的三徒弟姚树丽 深的葛老神医真传 不但在葛家弟子里 数一数二 在全国都是赫赫有名 姚树丽声色俱利 大声叫道 金峰我警告你 马上给我师父磕头道歉赔罪 否则 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我师父全国十大名医 第一真王 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你公然敢质疑他的本事 你想干什么 道歉 跪下 你要不跪下道歉 今天我要好看 远处哥老神医 呵呵一笑 正要白手 让自己的徒弟罢手 这个小伙子虽然口眉遮眼 牛皮大王 但好歹也是自己女儿 第一次夸奖过的男人 刚想这么做 葛指南却是比自己更捉急 插着腰冲着那些个专家教授 开口吃喝 都给我闭嘴 少拿鸡毛当令箭 你们几个 还代表不了我们葛家 一边玩去 大小姐发话 葛家人等赶紧收声住口 各个心里懊悔不迭 竟然把这个男人 是大小姐的对象都忘了 姚树丽愤愤不平地说道 小师妹 你竟然胳膊肘往外拐了 葛指南冷哼一声 怒道关你屁事 要教训他 还轮不到你 转过头来 冲着金风低声说道 收破烂的 这是我们家 我老爸90岁了 你说这些话什么意思 就算我爸 他不是什么真王神医 那他也是个长者 你就是这样对长者的吗 金风脸上毫无愧色 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说的都是事实 你 葛指南火气又上来 恨恨地盯着金风 忽然间 葛指南轻轻一叹 长吸一口气 用从来都没有过的语气 轻轻缓缓地说道 金风 别闹了好不好 我爸没治好言开语 心情不好 言家人现在也是很难过 我 我也很难过 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一旁的葛俊轩瞬间实话 下巴都掉地上了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小姨吗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小姨吗 啊 啊 金风开口说道 我说过 你们不信我 信你什么 我 能治好言开语 葛指南简直就要疯了 面对金风 一而再再而三的固执和一根筋 自己都软语相求了 这个说破烂的还是这般的倔强 忍了又忍 忍无可忍 退后两步 指着金风吏声大叫 你医的好什么 你知道坏血症意味着什么吗 金风看了看葛指南 轻声说道 坏血症 我没听说过 但是 从我知道坏血症是凝血症的时候 我 能肯定地告诉你 我能医好它 葛指南立声质问 正宁葛指南已经发飙了 葛家上下可是太知道这位姑奶奶的厉害 吓得往后不停退 绝花都是紧的 葛指南气得发抖 河东是吼地咆哮起来 好 你说你能医好 我问你 你拿什么医 拿什么痣 金风平静地回答 质地有声 刚刚作响 很简单 把他的鞋补上 葛指南冷笑叠叠 补上 说得轻巧 你拿什么补 就算是有无限量的熊猫血给小雨用 他也活不了几天 造血功能失效 你懂不懂 血进入他的身体以后 不出三天就会凝成细末血块 所以要随时随地都要给他换血 只有这样 他才能活下去 金风神情依旧如一座万年不变的雕像 冷得吓人 葛指南一旦发飙 天王地老子都不会认 不依不饶地指着金风大叫 造血功能没了 就算是神仙都救不了他 你懂不懂 明白不明白 金风沉声叫道 恢复他的造血功能 葛指南气得原地跳脚 四声大吼 你是傻子下子龙子呆子疯子吗 听不懂人话啊 小雨的造血功能早就失效了 现在就靠着输血来养活他 哪天没有熊猫血了 小雨他就 金风平静如吸 依旧是那平淡地出气的话语 所以 必须要恢复他的造血功能 葛指南呆呆地看着金风 拖得尖 葛指南嘴里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喊 啊 双手死死地抓扯自己的头发 疯狂地摇头 一下子蹲在地上 彻底完全地崩溃了 葛家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眼睛碎了一地 瞠目结舌 完全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玄瑾城所有世家子弟的噩梦 恶名昭著名声传到天都城 地葛家最宠爱的掌上明珠 竟然被一个收破烂的男人给整风了 天哪 葛家所有人看金风的样子 就像是在一头灭绝千万年的霸王龙 葛老神医一声长叹 缓步上来 轻轻说道 金风 你说得对 只要恢复小雨的造血功能 就能治好她的病 不过 你想过没有 怎么样才能恢复她的造血功能 金风转过头 面对葛老神医 古井不波 速生说道 真久 肯定不行 有两个定制角色 身份神秘超凡 地位显和尊贵 一个姓周 一个姓王 有对这两个姓是有兴趣的书友 自己套名字 JoeXX 王XX 留言给我就行 葛老神医默默点头 微微一笑 昨天我的宝贝女儿回来 她告诉我说 她遇见了一个高手 是鬼九珍的高手 这还是我女儿第一次 在我跟前提起一个男人 你 很不错 没想到鬼门竟然还有传人 您很让我意外 此话一出 那些个专家教授们勃然变色 有的甚至脱口叫喊出声 严家的人也纷纷停住了脚步 鬼门他们在中老太爷那里 也听说过 钟老太爷对其的评价依旧历历在耳 传字道尊张道玲 堪称神迹 远在京爵十三针之上 可惜 在百年以前就早已失传 没想到 眼前的貌不惊人的 收破烂的小子 竟然是鬼门的传人 专家们目光呆滞 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痛 自己师父的话语 让在场每一个专家们都感到羞愧难当 无地自容 如果不是自己师父亲口说出来 任谁也不会相信 这个收破烂的竟然是鬼九珍的当事传人 鬼门九珍 那只是传说中的存在 跟京风相比 自己还真的只是老鼠 连大号的都算不上 严家上下重又燃起了希望 就连软做烂泥的严开语妈妈也强自站了起来 一旁的严家老爷子再也不忍不住了 颤生叫道 金先生 刚才严某有眼不是泰山 怠慢了高人 请您原谅 既然您是鬼门当事传人 严某恳求金先生出手救我小孙 只要救活我小孙 严家家产随你想用 严家上下随你差遣 绝无二话 严看语的爸爸妈妈哭着大叫 金先生 请您出手 求您了 我愿意我用的命还我孩子 你不知道 当初我为了怀他 有多么的辛苦 求求你了 严开语妈妈说着就要给金锋跪下去 金锋侧身闪开 面色肃穆 沉稳说道 很抱歉 鬼门针发 无法治好严开语的凝血症 因为他的凝血症已经到了末期 这话无疑如晴天霹雳那般 打得严家上下绝望透顶 严开语爸爸大声叫道 可是 可是 你刚说的 你能救活小雨 你明明说过的 对不对 金锋重重点头 对 我说过 我能救活他 众人又被金锋这话给弄迷糊了 哥老神医神色一动 轻轻汗手说道 那 只有那个方子能救活颜开语 哥老神医面色激动 电头说道 对 没错 若我年轻轻的 若我年轻三十年 若我年轻三十年 经绝十三针下去 我有一半的几率 一好小雨 现在 哥老神医神色有些暗淡 肯定了金锋所说的话 又轻声说道 钟老太爷说过 能救小雨的 也只有那个方子 可惜 上面的要 配不齐 金锋点头 我看了方子 的确配不齐 哥老神医有些疑惑 迟疑地问道 那你 金锋朗声说道 要配不齐 那是因为 现在已经没了一样主要 葛老神医黯然点头 没错 没了那位主要 那方子也就失去了意义 这些年 这些年 金峰也有些同感 轻声说道 你说的没错 没了那位主要 方子就没有意义 顿了顿 金峰说道 必须要找到那位主要 葛老神医跟严家上下顿感失望 心头冰凉 严老爷子黯然神伤 带着哭音 那位主要 那位主要已经绝技了很多年 我花了很多钱 打了许多广告 就是找不到 找不到呀 葛老神医也点头长叹 宋代的方子是唯一的记录 还有你说的赵振道的百难症 也有记录 这位要 我的确也没什么印象 旁边刚才被金峰打击的 羞愤欲死的姚树丽 又占了出来 历声大叫 姓金的 一的好也是你 一不好也是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MBS P 告诉你 虽然你是鬼门传人 但这里绝不是你卖弄张狂的地方 五无第一 文无第二 既然你夸下了海口 那就拿出真功夫给大伙看一看 也让我们这些你眼睛里面的井底之蛙 见识见识你的真本事 这话说得很大声 葛老神医的徒子徒孙们神色各异 有的低头 有的去拉这人的手 更多的人则是站在这人身边 齐刷刷盯着金峰 葛老神医脸色顿沉 难得的露出一抹怒涩 葛指南却是早已暴怒 当即就要跳了出来 面对这些人的挑衅 金峰慢慢转过身来 冷冷说道 你们这些自以为学了几十年的中医 就天真的认为懂得了整个世界 在我眼里 你们不过是一群不学无数的渣子 老祖宗的东西被你们丢光 老祖宗的脸都被你们丢尽 这话可把这些个老中医都给得罪了 愤怒地望向金峰 纷纷破口大骂 金峰的手慢慢地从包里伸出来 手里多了一株褐色的植物 既然你们说了 那我 今天就让你们知道 什么才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真正精髓 葛老神医抬头定眼一看 金峰手里握着一株一尺来高 浑身褐色的植物 葛老神医呆了呆 忽然间上前几步 颤声叫道 这是 这是 金峰说道 我说过 我能一好言开语 因为 我有这个 荣靴草 荣靴草三字一出 全场众人猛然大震 葛老神医定在原地 顿时张大了嘴 假牙都掉了下来 荣靴草 严家老爷花得下 瘫倒在地 金峰身后传来一个女鬼般的尖叫 荣靴草 而言九名一家子人 更是呆立当场 眼开语的爸爸妈妈 就如同被五雷轰顶那般 浑身哆嗦 颤声叫道 你 你 你有荣靴草 你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荣靴草 你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跟着一步迈到金峰跟前 两口子急切地语无伦次地叫喊 荣靴草 对 荣靴草 这就是荣靴草吗 是他吗 金峰平静说道 对 这就是荣靴草 绝迹两百年的荣靴草 此话一出 全场沸腾 严家上下喜极而泣 互相抱着跳着 歇斯底里的疯狂大叫 哪里还有一点富家子弟的样子 葛家的名医教授们蜂拥上前 将金峰围在其中 瞪圆了眼镜 一眼不眨地盯着金峰手里的干瘪植物 对金峰发难的姚树立身子速速发抖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镜 葛老神医此时也站到金峰跟前 戴上眼镜把荣靴草看了又看 有些异动 更有些犹豫 在颂课版固本里 方子上记录了荣靴草是主要 但荣靴草这名字 在场的名家教授老中医们 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 眼前的这株植物虽然有些特别 但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教授们突地下发哎哟哇啦的痛叫 只见葛指南恶狠狠地抓住自己师兄的肩膀 衣服毫不留情地往外扔 葛指南冲进人堆里 仔细看了看金峰手里的植物 突然大叫 你说这是荣靴草 金峰对葛指南真的没有半点好感 点点头没说话 你说踏实就是了 别以为带着一个我们认不得的干货来 就可以胡说八道 告诉你 这样是假的 你会死得很难看 外面的姚树立顿时眼睛一亮 嘶声的大叫 对 小师妹说的对 你说这就是荣靴草就是了 你有什么证据 金峰默然说道 我的下场用不着你关心 葛指南顿时余色 牙口无言 继而眼眶一红 金峰冷冷说道 是不是荣靴草 照着方子抓药 一个小时就见分晓 他死了 我陪他一条命 话语冰冷 众人无不色辩 葛指南可是气惨了 少拿死威胁人 告诉你 你死了没用知道吗 转头大声说道 言书 你别听这混蛋的话啊 这混蛋我太知道他了 他就一收破烂的 怎么可能会有 容血草这样的天才地宝 阎老爷子愣了愣 嗡了声 重重点头 大声说道 葛老 还请借你的药房一用 葛老神医毫不犹豫的点头 我亲自守着熬药 葛指南呆了 灿灿说道 你们 你们 姚树丽也大声说道 阎老爷子 事关您孙子的生命 请您一定要慎重 不要拿小语开玩笑 阎老爷子深深凝视金风 速声说道 金先生说的没错 我家小孙已经处于弥留之际 死只是迟早几天的问题 那就让金先生是一时又何妨 金风手拿容血草 指着姚树丽冷笑一声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也不想知道 但我知道你不服气 还有你们 手拿容血草 直指葛家的子弟们 淡淡说道 我骂你们不学无术 老祖宗的东西全给你们丢光 以各个自称专家教授 以各个自诩天下第一 却连容血草这样的天才地宝都没印象 民国时期 随便一个乡下郎中都比你们高明十倍 赤裸裸打脸的鄙视 让众多名医教授们脸都被打肿 脸上火辣辣的痛 羞愤难当 阁老神医的三徒弟姚树丽此时刺客 脸胀的通红 既然撕破了脸 那就一直撕到底 恼羞成怒的姚树丽 立声叫道 你倒是说说哪本书上记录的 有容血草这样的天才地宝 金峰慢声说道 远的我不说 凭你的身份 也没资格接触 拿近的来讲 满清大内清宫密药里就有过记录 在第九页 吐蕃密藏神药 姚树立顿时愣住了 这个收破烂的竟然说得这么肯定 这么仔细 难道真有这本书 阁老神医文言大振 颤声叫道 你怎么知道 金峰淡淡说道 这册子是一直由宗人府保管 宣统带出宫以后 这本册子流传民间 由保怀堂购得 不出意外 应该还在保怀堂手里 听到这话 阁老神医倒吸一口冷气 忽然间大声叫道 保怀堂邱香宁 后来被东营人杀死 保怀堂从此覆灭 不对 不对 我记得有这本书 电话 电话 给我电话 我要打电话 阁老神医叫出这话来的时候 一旁的姚树立完全彻底呆了 整个人就像是一具木偶雕像 不但姚树立呆了傻了 其他的师兄弟们 更是呆若木鸡 完全被吓着了 阁指南张着嘴 蒸立当场 呆呆地看着金峰走进药房 心里头的滋味 那叫一个五味杂陈 就在阁老神医打电话的同时 阎家上下 却是簇拥着金峰 到了阁家的药房 上上下下 即刻开始行动起来 治疗凝血症的房子里 除了熔血草之外 还有几位稀罕药材 但都是用钱就能买到的 这几位药材 阎家早已准备了一大堆 剩下的那些个药材 都是些常见普通的服药 太花糖里就能配齐 太花糖的专业药师 按照方子配好了药 慎重放进拥有 30年历史的陶瓷砂锅 按照方子上的方法 先将药水煮开 15分钟后 金峰切下一片薄薄的根茎 和一片干瘪的叶子 交给药师 药师把熔血草的根茎和叶子 单独煎了半小时 等到洋化之后 再取出来与另一锅药材融汇一起 半小时后 一阵阵特异的药箱在药房内一散出来 土腥味非常大 让人有些难以适应 人家上下却是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等待药液出来 端到盐开雨嘴边的时候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盐开雨已经晕密不醒 处于弥留阶段 值得采取吸管输送的方式 将药液送入盐开雨体内 满满1600毫升药液下肚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凝神静气 等待奇迹的降临 金峰默默静静地坐在药堂外的走廊 静静地吐着烟圈 革指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一阵风式地闪过来 站在金峰跟前 双手和抱在胸前 歪着脑袋狠狠地看着金峰 圆圆的杏眼 带着说不出道不尽的味道 丰润的双唇紧紧地嘟着 一时间连空气都已经停滞 混蛋 破烂金 半猪吃老虎 装猪吃相 有一套啊你 金峰一只脚翘在走廊上的横移 脑袋掠偏 静静地望着院子里 那盛开的紫色的薰衣草 半想没见着金峰理会自己 革指南冷哼一声 咬着牙叫道 破烂金 告诉你 现在小雨服了药还没动静 要是出了茬子 你就是杀人犯 你死定了 神仙都救不了你 喂 老娘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 王八蛋 革指南冲着自己疯狂咆哮 就像是个泼妇 金峰叼着烟深吸一口 默默地将烟掐灭扔进垃圾桶 闭上眼睛 静直在横以横躺了下来 他活不活 我就在这里 扑 院子的草坪上 葛俊轩扑齿乐出声来 冲着金峰翘起大拇指 金哥 金老板 没想到啊 你还挺文青的嘞 你看或者不看我 我就在这里 不动如山 你心里爱或者不爱我 我就在你面前 无悲无喜 你恨或者不恨我 我还是在这里 无怨无悔 不对 应该是爱恨交加 是吧 小姨 啊 哈哈哈哈 葛指南愣了下 跟着我紧拳头 花绒变色 叫声吃喝 葛俊轩你作死 挥舞拳套就要去打 葛俊轩赶紧双手 和时告扰 小姨别打 别打 我可是你的大恩人 要不是我 金哥连门都进不来 葛指南哼了一声 看看金峰 我要找他还不容易 伸出手来 大声说道 手机给我 金峰却是不作声 葛指南怒道 混蛋 手机拿出来 葛俊轩呆了呆 娜娜说道 小姨 你不至于这么直接吧 要人电话 好歹也 你闭嘴 葛俊轩 老娘要查一个人 分分钟就搞定 还稀罕他电话 冲着金峰叫道 喂 破烂金 谢谢你把物金套针送回来 老娘给你一百万的报酬 还愣着干吗 手机交出来 老娘给你转账 听到这话 葛俊轩当场就傻了眼 金峰慢慢做僵起来 根本不搭理葛指南 抬脚就走 葛指南气惨了 拳头握紧 咬牙切齿 就要去打金峰 这当口 葛老神医颤悠悠的脊步进了院子 气喘吁吁 鸡声高呼 找到了 找到了 金峰 金峰在哪 左侨右巡看见了金峰 赶紧往这边走 边走边说 金峰 你说的是真的 你说的是真的 那本轻功密钥确实存在 听到这话 守在院子里的一些个名义教授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齐刷刷地望向金峰 这个说破烂的竟然说的都是真的 还真的有轻功密钥这本书 上气不接下气的葛老神医说话很是费力 葛指南轻轻一跃翻过栏杆下到院子 不停给自己老爹按摩 娇声埋怨 葛老神医胡子眉毛都在兴奋地颤抖 语无伦次地叫道 我打电话问了钟老太爷 给他说了轻功密钥这书的事 钟老太爷当即就说他知道这事 他立刻联系了有关部门 很快就查到确实有这本书 不过不过 这本书现在在东营国的唐昭提四 金峰嗡了一声 眼睛里冒出一股无名怒火 这本书竟然跑到东营国去了 唐昭提四 那可是太有名了 当年唐朝大和尚建真东渡东营 传扬佛法 建的第一座寺庙就是唐昭提四 这本书又是怎么跑到唐昭提四去的 不用说 肯定是东营鬼子干的 金峰虽然没有作声 但双瞳最深处却是涌起滔天怒火 东营人 阁老神医喝了一口深茶 气息平复了不少 缓缓说道 钟老太爷找的是活化石夏老 夏老是唯一见过这本清宫密钥的人 夏老说 这本书记录了当时全国最稀罕的天才地宝 产地以及功效 可以说是涵盖了整个民族2000年的结晶 堪称镇国之宝 民国时候 宝怀唐秋香宁从宣统的侍卫手里收了这本书 后来被东营国的知道了 杀人夺书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夏老在唐昭提四见到这本书 提出用要变天木碗交换 东营国的要求用马王堆心追女师的头发才肯交换 被手掌否了 周围的人听到这些话都暗地心惊 金峰嗡了一声 双眼里闪过一抹迷惘 马王堆心追女师 自己从未听说过 自己错过了整整一百年 神州大帝早已日新月异 很多墓葬也就在这百年时间里陆续出土 自己要学习的太多太多 葛老神医又说道 夏老听说你竟然知道清宫秘药 对此非常惊讶 拿他的话说 这本书知道人已经死光了 继而上前两步 意味深长地说道 金峰 夏老对你很有兴趣 他希望亲自见见你 此话一出 全场动容 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 瞪大眼睛望向金峰 夏老的名气 那可是太大了 神州唯一的活化时级别的大宗师 古董古玩之行里的老祖宗 国资号博物院的院长们 中科院 社科院考古所的领导们 牛逼道报的历史学家 文学大师 全是他的徒子徒孙 全世界唯一能读懂契丹文 西夏文 女真文 素特文 以及突厥文的超级大宗师 在全世界名头之想 号称无所不知 犹太的赛林格 金字塔国的麦哈姆德 日不落的梅林 高卢雄基的让皮埃尔 以及第一帝国的深南 这些个顶级大师 都对夏老佩服的五体投地 夏老牛逼到什么程度 波斯国国内的顶级大咖 不远万里前来 请教夏老的素特文 结果吃了闭门羹 金字塔国的考古发掘 直接请夏老坐镇指挥 被无情拒绝 印加帝国国王三番五次 来天都城拜会夏老 就是想请夏老帮助印加帝国 找到他们的印加宝藏 而夏老都懒得理会 后来还是上面出马 做了很多工作 夏老才派了几个 最不成器的徒子徒孙 敷衍了事 就是这个百岁高龄的老头 竟然想要见见金峰 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劲爆了 所有人看金峰的脸色 全都变了 这个收破烂的 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竟然被活化时夏老 点名要接见 就连暴力女歌指南 听了这消息 也是被震得不要不要的 我没空 金峰点上烟 轻描淡写说出句话 众人猛的肩全都吓傻了 看金峰那副荣辱不惊 甚至带着不屑的样子 每个人心底深深的震撼 夏老召见 那是何等天大的荣幸 当首长们想见夏老 也得提前预约 不然也得吃闭门羹 而金峰却对夏老两字 完全不屑一顾 这个人 太狂了 狂得没边 狂到无法无天 被金峰打击得体无完肤的姚树立 这时候悄悄地放下手机 露出一抹阴冷怨毒的笑 刚才金峰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被姚树立清楚地录了视频下来 这当口 李渊传来一阵阵急匆匆的脚步声 严加十几口人急匆匆地冲进院子里 各个神色激动 面色激颤 歌指南见状脸色轻便 呃狠狠地盯了金峰一眼 滴滴说道 待会别说话 我来解决你的事 金峰文言不为所动 眼开与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跑到最前面 神情严峻 转眼到了金峰跟前 歌指南当即拦在金峰跟前 冷冷骄斥 有什么事好好说 小雨的病你们也知道 治不好也怪不得金峰 告诉你们啊 我是亲眼见到你们 是自愿让金峰给小雨治病的 现在出了事 金峰可没半点责任 眼开与的爸妈根本不理会歌指南 直直望向金峰 严加上下目光闪烁 神情无比激动 歌指南心头一沉 板着脸正要说话 啪 平 两声闷响 眼开与的爸爸妈妈推金山倒 当这众多人的面 竟只给金峰跪下了 金先生 谢谢您 小雨 小雨 他醒了 词话一出 全场悚然动容 紧接变色 好些个名医教授 更是吓得尖叫起来 眼开与小朋友 服下药汁不到一小时 居然这么快就醒了 太不可思议 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称之为神迹 丝毫不为果 醒了 这么快 歌指南整个人都猛了 摇摇头大声问道 醒了 醒了 这这么可能 这不可 学 眼开与的妈妈流着泪又哭又笑 声音更是说不出的激动战力 小雨晕迷了25天 醒了叫饿 她都25天没吃东西了 还叫我妈妈 她还叫我妈妈 叫得好清楚 气不成声的眼开与妈妈 一边哭一边笑 令人鼻子发酸 格指南呆了整整十秒钟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跟着风一般转身 冲进李院 其他的教授名医专家们 面面相去伴想 你正我抢的往里愿跑 眼开与的爷爷 眼老爷子深深地向金风鞠躬行礼 老泪纵横 面带微笑 雨带哭音 金先生大恩大德 严卓志永明在心 严家永远感激金先生救命天恩 眼开与爸妈给金风下跪的时候 金风早已闪在了一边 淡淡说道 眼开与命不该绝 我只不过是顺手而为 严卓志重重点头 大声说道 金先生客气 没有金先生 我小孙也没有这个命 金先生 我严家虽然是开矿的 但世代行善 更懂得知恩图报 是才我说过 只要金先生能治好我小孙 严家家产 仍由金先生开口 金风深深吸了一口气 扬起头来 轻声说道 眼开与能活是他的造化 你们严家不用把这事挂在心上 容血草是天才地宝 我 不能白给 给我办两件事 就眼开与的情分 一笔勾销 眼开与爸爸大声说道 二十件都没问题 眼开与妈妈大声应贺 金先生只管吩咐 金风比出两个手指 淡淡说道 第一 我要一个废品收购站的手续 合法 正规 第二 明天我要去一个地方 拿一件东西 说完这话 金风抬脚 往外就走 严家上下 这听金风这两个要求 金不住互相看看 面露惊恶之色 直直看着金风背影 严家之亲中 一位面容交好的女子 娇声叫道 金帅哥 晚上能请你吃饭吗 要点闭帘不 礼院门口 哥指南大步而来 大声叫道 怎么 请破烂金吃饭 想不给人家办事了吧 金风听到 哥指南的声音 眼角一抽 脚步加快 转过前院 急步走开 邀请金风吃饭的是 严开与的姨妈 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 颜值不错 在临生省城做的房地产 也算是个富家女 不过逼起哥指南 还差了一截 颜开与的姨妈回头过来 面带微笑 娇声说道 哥姐 我请金先生吃饭 真没别的意思 您别误会 话虽这样说 眼睛里却是带着一丝挑衅 哥指南冷哼一声 斜着白了对方一眼 冷冷说道 最好是这样 走到严老爷子跟前 慢声说道 严叔 破烂金抽混蛋 让你办的事 你行不行啊 现如今 这废品占手续 可是不好办哦 要不这是交给我呗 颜家上下 顿时脸色沉了下来 颜老爷子呵呵一笑 慢声说道 我老颜家 虽然根基在天柜 但在锦城办个手续 应该还不用劳烦小侄女 颜开与爸爸 朗生说道 巧了 我大学同学就在管这事 颜开与的母亲接口说道 还有许首长 今年刚从我们省调到这里 许首长在天柜的时候 曾经对我们家提出过很多高瞻远主的意见和指示 哼 格指南重重冷哼 屡屡秀发 没好气说道 得色 扭头就走 没走几步 格指南又回来了 大声说道 既然要办 那就请各位一步到位 弄一个最完备的废品收购战手续啊 也免得将来有什么地方不对 还得老娘出马 给你们擦屁股 格指南一走 颜家上下进阶完尔 颜老爷子冲着格老神一笑说道 格老 您的千金我真是领教了 格老神一从里院的特殊病房出来 亲自给苏醒的颜开宇把过脉 颜开宇的脉象虽然还很虚弱 但生机却是活泛有余 比起一个小时前来 宛如变了一个人 颜开宇的坏血症不久就能彻底治愈 这就是神州中医的玄奇之处 虽然自己出手没救活颜开宇 后面由金峰出面 算起来 金峰 他也不是外人不是 当下格老神一呵呵一笑 我这个女子除了金峰 没人能收拾得了他 这话完全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虽然金峰是个收破烂的 但他可是入了下老发言的人 收破烂 不存在的 那仅仅只是暂时的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他是收破烂的 那我严加就让他成为本省的破烂大王 年老爷子哈哈大笑起来 刚才明明金峰跟格指南打得不可开交 格指南明明说的金峰是小偷 转眼功夫 金峰却成了格老神一嘴里的准女婿了 指着格老神一笑着说道 格老不愧是真王 下手 文准狠 我老爷佩服 两个老头互相看了看 露出只可意会的神色 纷纷大笑起来 这时候 格老神一的大徒弟 一个五十多六岁的老头走了上前 悄悄静静地跟格老神一息说了两句 格老神一嘶的一声抽了一口冷气 一张脸沉得都快滴出水来 气愤地骂道 怎么不留着他 他说百难证里记录了崇祯末年的大灾难 这事连夏老都说不清楚 赶紧去追 等到格家的人出来追金峰的时候 金峰早已没了影子 转眼已经是中午 金峰在龙腾街吃了快餐 在公用厕所里接满水 捞远地看了下远处一家名字叫做兄弟大排档的门店 这就是龙傲龙老二开的夜排档 龙老二的手艺很有特色 油闷大虾和麻辣小龙虾是他的绝活 在这条著名的小吃街上 他的生意每晚都是火爆到爆 现在已经是中午 兄弟大排档还没开门 金峰知道龙老二的人手不够 只能做晚上的生意 要是自己跟周渺过来 把白天的生意也一起做上 收入至少翻两倍 路过兄弟大排档的时候 金峰故意在烟河上写了个条子 短短几个字 等着钻跨当 把纸条塞进卷帘门下 金峰嘴角上翘 露出一抹冷笑 跳上板车 勤快地登圆 下午一点多 金峰就到了西城的棚户区 开着喇叭转悠了一圈 找了个十字路口 把喇叭声音调到一半 带着草帽 蹲在街边默默等着 自己看过 十字路口西边26号那家是个老建筑 门口的那对石石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自己要等的就是这一家 锦城的天气今年特别的怪 前一周是暴雨 这一周却是高温 天气预报上说今晚又会有大暴雨 会持续一周 下雨 对收破烂的来说 无疑是最残酷的打击 自己几兄弟收了十年的破烂 到现在家里最好的交通工具 仅是一辆按手的电三轮 家里的家电设备也全是按手货 自己跟周苗的手机 也是可以砸核桃的老师诺基亚 这样的生活不是金峰想要的 但要改变 也只能慢慢地从头来 自己就言开语也是无心之举 原本自己去葛家 是准备用乌金套针 要挟葛家 换取自己需要的钱 没想到戈指南这个奇葩女人 竟然不回收乌金套针 要不是自己看见了那张复印纸 金峰也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要怎样做 才能找得到近一百万的巨款 救了颜开语 让颜家给自己办两件事 金峰相信颜家的人不会赖账 颜家的敢赖账 那颜开语也活不了多久 颜开语的凝血症 还需要五副药剂才能彻底痊愈 这就是金峰留的后手 人性复杂 金峰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拿到了废品站的手续 还得改造废品站 又得要花一大笔钱 要想做大做强 那就必须得正规合法 这钱必须要花 废品收购利润可观 随着以后大环境变化 这类行业只会越来越严 淘汰的也会越来越多 只有形成规模的合法废品站 才能活得下去 金峰有这个信心 把废品站做到最好 正想见 一家电动车从自己身边走过了机米停了下来 一个少傅扭头冲着金峰叫道 喂 收破烂的 就电视好多钱一个 金峰头也不抬爆出价格 老电视32寸以下的20 32寸的30 背头电视难 40英寸的 好多 还是好的哦 什么牌子 非利谱 进口货 当时我们家老布斯买的是15000 150 那少傅当即就大叫起来 安 啥子难 踩150 不卖 太黑了 前几天还有人给我出300了 你们这些收破烂的 PR洞洞都是黑的 少傅骂骂咧咧地走人 金峰头也不抬得抽着烟 丝毫没把女人的话语放在心里 收了一些啤酒瓶和报纸废书 那少傅从一间房子里探出头来 大声叫道 喂 收破烂的 你过来哈 金峰推着板车过去 少傅身材恶挪 面容还算过得去 烫着波浪卷发 嘴角长着一颗小黑痣 一双桃花眼倒是很有些勾人 门口有一对狮狮子 不足一米高 看着很有些年头了 浑身斑驳 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霜 少傅带着金峰进了屋 屋子是老师的锦城建筑 仅有两层 上面那层还是后来加盖的板房 刚进屋子就是一个面积20来平米的小院 东边有个小渔池 还有一座矮矮的假山 渔池里还有三四条尺来长的锦里 爱着渔池是一个小花坛 种植银杏 百合还有万年青 北边种着一颗粗壮的黄绝兰 现在正是黄绝兰开放的季节 这颗黄绝兰足有20来米高 白兰花竞相开放 还没进屋就老远地闻到 白兰花的清幽淡雅的芬芳 沁人心脾 整个院子里差不多有几十株 各种花花草草 可见这间屋子的主人也是个哑人 院子中间堆满了各种书籍报刊杂志 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 本来是不想卖你东西的 不过看你这人穿得干净 跟那些收破烂的不一样 先看看吧 少傅领着金峰楼上楼下走了一圈 摇曳的身姿翘挺而性感 在金峰跟前一直晃动 不经意间流露出成熟女人独有的魅力 背头电视最多给多少 一百六 啥子难 才一百六 上个星期三百我都没卖 背头占地方 一般人用不了 有人买回家自己用 三百肯定能卖 少傅问了声 上个星期那人还真的自己用的 不过后头他买了老赵家的液晶了 算了算了 书房那台电脑你看了没吗 出好多 一百 少傅顿时呸了金峰一口 大声说道 I think pet 你以为我是猪啊 IB60 进口货 发票都还在 看见没的 两万八 太平洋百货买的 金峰淡淡说道 2006年的老鸡子 现在早就淘汰 少傅哼了声 又说道 那这个唱鸡男 少傅嘴里说的唱鸡也叫留声鸡 是上个世纪七十八十年代 最为流行的仿古留声鸡 这个唱鸡跟电视里看见的留声鸡不一样 不带喇叭的 需要接驳到收音机才能放声 20 少傅有些对金峰无语 恨恨地盯着金峰看了几眼 摆手叫道 还有这些书 好多 一块一斤 这回少傅倒是没笔试金峰 沉吟了几秒说道 东西都卖你 不过你要帮我把家具和电器搬到小时街去 床不用你拆 待会有工人过来 不过要帮我把空调拆了 还有油烟机 对了 油烟机你收不 金峰沉默半想点头 指着院子说道 鱼和花送我 少傅看看金峰 切了声骂道 你才会捡便宜哦 想占我七头啊 那几条锦里早有人定了 一百块一条 还有这些花都是死老鬼种了好多年的 都是些好花 那花卉市场随便卖五十一盆 二十一盆 我帮你搬家 金峰沉生说道 少傅不干 大声说道 少了四十不说 少傅阴着脸 嘴里自言自语的恨恨的叫骂着 妈逼死老鬼 连到死还把这些东西当宝 亏老娘还陪了你一年多 就落到这套房子 金峰默默转身就走 少傅没好气叫道 三十一盆 楼上的过碗瓢盆 我送你 金峰说道 二十五 多了不收 少傅哀哀两声 有些无可奈何 站到站到 回来吗 算了算了 反正这里都要拆了 这些东西处理给你 必须先给我搬东西哦 少傅家里家具可不少 光是沙发就有两套 楼下客厅里的是披沙发 很重 楼上的沙发是红春树做的 也就是红木 还有两台大冰箱 都是双开门的 锄电这一套都是大牌子 书房里的书桌椅子 茶几都是上好的幼木做的 另一间卧室里 还有一张老床 有支架 有踏板 床头一边还有雕花 另外两张床都是现代的喜梦斯 都是国外的大牌子 楼上还有一间杂物间 整整齐齐地堆着一张八线圆桌和四个圆灯 还有好些个锅碗瓢盆 先把一些小物件搬出来放板车里 上面再放喜梦斯 喜梦斯上面摆上电视音响 少傅在电瓶车上也放了不少小东西 骑着车跟在金风后面不停地摁着喇叭催促 小石阶离这里不远 刚好在棚户区外面 二十分钟就到 MBS P 来来回回搬了几次 大件物品搬得差不多 少傅叫的工人也到了 忙着拆大床 少傅得看着屋子 就让金风自己搬东西过去 第四次回来 一个老头从边上出来 刷得下就跳在板车里 嘻嘻哈哈笑着 疯子 有日子没看见你了啊 光搬板车 没收到东西啊 金风回头看了老头一眼 递了一支烟过去 老头瘦瘦高高 皮肤有黑 头发花白 看上去得有六十多岁 但实际年纪只有五十不到 老源头 七色不错啊 捡到宝了 这个老头就是老源头 说话口音很杂 他从不说自己是哪儿的人 前些年有年冬天锦城特别冷 金风跟周淼在三桥桥洞下 看见他快要死了 就给了买了些吃的 就活了老源头 周淼丢给老源头一个麻袋 从次老源头就拾起了破烂 老源头倒是很有义气 捡到收到的东西 不管多远都拉到金风那里 卖给金风 现在老源头的生活 虽然还是过得辛苦 但温饱却是没问题 嘿嘿 疯子 你帮我看看这个 刚刚在有家人物字头收的 老源头包里的是一尊铜佛像 大约二十公分高 拿在手里挺沉 佛像是坐姿造型 家福而坐 脸型丰润饱满 慈眉善目 眼睛微闭 双手平放叠一起 现缠定印 头部是螺旋式的发际 发际上还看得见几点青色 衣服简朴 偏袒右肩 纹饰简单而流畅 底部连台是两层莲花瓣 没有收满 下面有些云纹装饰 底部是中空 连坐下有一行字 不算太工整 嘉庆三年 应付老大人五十大受制 看了看这尊佛像 金风点点头 怪不得您老小子 今天看着很精神 原来是收了这个 老源头哈哈大笑 急声说道 是不是同的 金风摁了声 纯同 好东西 老源头嘿嘿笑起来 露出只剩下一半的黑牙烂牙 宋仙桥有个收获的 给我出了两百 疯子 你说能卖不 哦 你要多少 老源头说道 我又不傻 他出两百 我要两千 宋仙桥那些都是产地皮的 想烧我 做梦 两百 我还不如卖你 金风摁了声 这是清代嘉庆时期的 释迦摩尼坐下 有些年头 老源头一听 笑得更厉害了 那我还费两千不卖了 谢了啊疯子 还是你懂得多 金风回头看看老源头 轻声说道 你能收到这尊佛像 也是原法 我要是你 就把佛祖请回去供上 每天早晚三炷香 包你平安 没准你老小子 以后还能娶个老婆 将来还有人给你端灵牌 送你上山 老源头愣了愣 正要说话 金风淡淡说道 你要卖也行 去草堂找一个叫钱庄的门脸 一口价叫三万 少一分不卖 啪 老源头怀里的佛像 当然坠的 吓得老源头大叫停车 跳下板车 赶紧把佛像捡了回来 脸都变了 呼吸急促 疯子 真 真值三万块 金风头也不回 淡淡说道 嘉庆是加摩尼坐像 保存完好 造型优美 文师古朴 发际上装饰发廊彩 底座有清楚的年代记录 传家之宝 唯一缺点 发际装饰发廊彩有脱落 对整体价格有一定影响 老源头小声说道 那他们万一只出两万 万一不值这么多 金风说道 古安店里收的三万 卖出去 十万都不值 这回老源头真的给吓着了 呆呆地站在原地 抱着佛像一动不动 直到金风返还那少妇的屋子 老源头才气喘吁吁地赶过来 佛像早已揣在包里 帮着金风把东西装车 两个人搭手 花了三个钟头 终于运完了所有家具杂物 也是累得够呛 老源头虽然上了些年纪 但戾气不小 收破烂收了五六年 混得猴精 常在这片转悠 对这片更是了如指掌 老源头悄悄告诉金风 少妇叫马三姐 据说是冬晚回来从凉的 跟了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没到一年半 老头就挂了 四林八社都对马三姐风平极差 小伙子就是有劳力 少妇马三姐对金风很是满意 难得的笑起来 扔给金风一瓶矿泉水 跟着把院子里的废书废报 打包过程 135斤 加上其他的酒店器 一共算下来七四百九十块 院子里的花有二十盆 总共五百块 金风掏出油纸包 数了十张大钞给马三姐 马三姐满是笑脸 冲着金风抛了个媚眼 哎呀 没零钱找你了 就一千得了呗 楼上杂物间那些就家事送你了 我马三姐出了名的大方 是吧 哥哥哥 金风也没啥 带着老源头 把二楼杂物间的东西 搬了下来 堆在院子里 每一会 周苗开着电三轮赶到 老源头的板车 也派上用场 满满的三大车东西 得有一千多斤 花了三个钟头 才骑回了废品站 金风摸出五十块 给老源头做辛苦费 老源头却是死活也不肯拿 当初没有金风跟周苗 自己早就饿死冻死了 金风也不勉强 留了老源头吃了晚饭 菜是昨晚打架以后剩下的 周苗把所有菜都混在一起 做了大杂烩 外加了三斤土豆 那叫一个香 老源头的家 距离这里得有十来公里 喝了两杯酒 金风就收了他的杯子 临走的时候 老源头小心翼翼地问起金风 关于那尊佛像的事来 金风淡淡回应 卖还是留随你心意 看你自己原法 老源头走后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金风关上大门 开始卸货 第一个卸下来的 就是那张八仙圆桌 这张八仙圆桌上下连体式 桌面直径88公分 高一米 桌面下的桌檐 是浮雕的葡萄雕花 虽然年代久远 但厚重感依旧十足 下面原本应是 四肢流线形的桌腿 现在还剩下两根 还有四肢圆凳 高度有40公分 流线形造型 有些像骨 四根两头粗 中间细的弯材支撑 上头是翻卷的云纹 下端都转有勾肩 曲线流畅 弯足取中间直 弧度特别的大 张力感特别的足 金锋将八仙圆翻了过来 伸手一摸 便自扔在一边 四根圆凳翻过来 金锋伸手一摸 嘴里黑了一声 急步跑进屋子里 拿出来一个矿灯 带头上那种 拿着矿灯 对着一根圆凳底部一照 再凑近一纹 金锋嘴里 经不住哼出声来 锋哥 你在哼哥 嗯 正在泄东西的周秒 足足冷了五秒 脸上肌肉伸缩 慢慢展露出开心的笑 锋哥 你好久没哼哥了 金锋问了声 把其他三根圆凳 逐一看了个遍 跟着摇摇头 可惜 只有一对 什么一对 周秒在边上问道 黄花梨古凳 精品 周秒呆了呆 拖着惨腿过来 吃惊地叫道 黄花梨 锋哥 你没看错 黄花梨的名气太大 就算是最底层的周秒 也是如雷贯耳 又是做这一行的 听到黄花梨的大名 周秒也是吃了一惊 绝对没错 周秒蹲在金锋身边 也学着金锋的样子 四根古凳 看了又看 摸了又摸 半想说道 我看不出来 我教你 金锋蹲在地上 拿着矿灯 指着一根黄花梨 古凳的底部 对周秒说道 黄花梨分游梨和康梨 游梨比康梨要好一点 好在游兴族 分辨黄花梨真假 其实很简单 闻它 黄花梨的香味是酱香 自然幽深 回味清新 再看它的颜色 金黄为主 闻梨更是咱们老祖宗的 泼墨山水 立体感很强 看见没 这就是它的鬼脸纹 这是极品鬼眼流子 相当少见 还有黄花梨的游性 这上面刷了青漆 摸不到它的原始木面 但它的游性很高 周秒依着金锋的话 把四根古凳看了半想 诺诺问道 风哥 那这两根为什么又不是黄花梨 这两根也有流子 纹梨也跟黄花梨的差不多 金锋叫周秒站起来 把黄花梨跟另外一根 拿在手里 颠颠重量 以示之下周秒恍然大悟 假的这根重 金锋点点头说道 这是花梨纹的子弹 属于红木的一种 跟黄花梨还是有差别 价值没黄花梨的高 不过做工还凑合 周秒低声说道 风哥 我听说黄花梨家具贵得很 这回是不是捡到宝了 金锋点了两支烟 一支塞在周秒嘴里 轻声说道 捡宝 差远了 这东西就只能叫个漏 真正的宝 明天才有 听了金锋这话 周秒沉默不语 心里却是被金锋的话给吓着了 黄花梨家具在市面上高得吓人 抢购的人也非常多 这又是老黄花梨的家具 价格不是一般的高 可这玩意在金锋眼里 不过只是个漏 连宝都算不上 风哥 你懂得真多 金锋黑了声 拍拍周秒脑袋 还有个漏 这边来 到了院子边上 自己花了500块收的20盆花 被周秒放在了这里 周秒对金锋 花了500块收了20盆没用的花 心里是有意见的 这些花只能看 不能吃 摆在院子里还占地方 有些花又不好养活 白白浪费钱 不过周秒确实没说出来 几兄弟里面 金锋对自己最好 自己从小就没有妈 老爹死的那年自己才六岁 是金锋带着自己每天进山挖野军 烧钢炭才没被饿死 八岁那年 自己一个人上山打核桃 掉下山谷 是金锋一个人把自己背了上来 整整背了两天 在自己心里 早把金锋当作最亲的亲哥一样对待 金锋蹲下来 伸手将一个蓝色的方形花盆搬出来 这个花盆很小 长不过20公分 宽紧10公分不到 高度也仅仅5公分 整体造型就像是一个长方形的凹槽一般 花盆顶部四周有折颜 四边弧线下颜 底部又有折颜往内收 底座更小 这个花盆里种的是高一尺的一盆水仙 洁白的花朵 绿油油的枝叶 亭亭玉立 宛如灵波仙子 静悄悄地开放 散发出浓郁的富裕芬芳 金锋一把过去 伸手毫不客气地 就将水仙花给扯了下来 放进一个破烂的水桶里 风哥 你干嘛 金锋将花盆里的水倒干 翻手将花盆塞在周淼手里 嘿嘿一笑 你的腿 就靠他来依 周淼干巴巴地眨着眼睛 一脸猛逼地看着金锋 再看看手里的花盆 风哥 我没念两天书 你可别骗我 金锋喊了声 难得的吴声笑了笑 将花盆翻了过来 矿灯打在花盆底部 底部中间一个长方形的图章 图章里写着金色的三行六个字 风哥 这上面写的啥 金锋淡淡说道 大清乾隆年制 记住这个大字 看见没有 大字中间稍微有一点凸起 这是辨别乾隆时期 所有玩意真伪的最佳方法 你注意下 尤其是这个大字 一点居中但偏小 这是乾隆前期物件而最明显的特征 周苗努力摇着脑袋 风哥 我不懂 金锋笑了笑 一把握着周苗的肩膀使劲摇了摇 不懂没关系 以后有的时间 这也是古董了 面对周苗的问询 金锋点头 矿灯打在花盆上 轻声说道 这件东西名字叫做清乾隆 防汝摇水仙盆 乾隆皇帝前妻时候的玩意 也算是个漏 金锋拿着水仙盆轻轻说道 雨过天青云破除 这般颜色做将来 这话是宋徽宗说的 传说他有晚做梦 看见了雨过天晴之后天的颜色 就下指让工匠们烧这样的瓷器来 象征国运如雨过天晴般昌盛兴隆 用的就是这两句诗 这个难倒了无数工匠 几大窑口做了许多 也砸了许多 都不令宋徽宗满意 直到汝州的工匠 凭借那里特殊的泥土和高超的工艺 把这个流传千古的颜色做了出来 那就是被试人士之为无上珍宝的汝瑶 原本宋徽宗想寓意的雨过天青 代表国运雨过天晴 结果没多久 他就做了俘虏 克死异乡 据说他死的时候身子已经冻僵 尸体被烧了一半被水浇吸 又将尸体扔到坑中 这样做可以使坑里的水做灯油 一起被俘的还有宋徽宗的儿子宋钦宗 后来被金国完颜亮故意戏弄上马打马球 宋钦宗哪会什么马术 跌倒下来随即被乱马踏死 不过宋徽宗还不是最惨的 北宋没了 南宋宋李宗偏安金灵 做了四十年皇帝 到最后被羊脸真家绝了坟 尸海被自己凌辱 肆意踢打 但这又不是最惨的 绝坟编尸的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有 因为羊脸真家相信帝王头骨会给自己带来好约 所以他宋李宗的头颅割下 在李宗头骨上相淫吐气 制成了酒气 这还是不算的最惨 最惨的是这个酒气辗转万里 最后到了元大都 流传在无数高僧们手中 经常出现在酒宴之上 世间之惨是 令人发指 莫过如此 所以说 千万不能亡国 国一亡 什么尊严都没了 朱元璋干掉元朝以后 听说这事也是很感伤 把宋李宗的头颅买了回来 重新安葬在高作寺 历代学者和后人评价宋朝 毁誉参半吧 除了那些不堪回首的耻辱之外 经济真没得说 留给后世子孙的更是一笔了不起的传承 但金峰手里拿的这件 仅仅是乾隆十七仿的 灯光下 乳腰水仙盆泛出天青色的迷幻光彩 光泽度极高 摸着胎质细密 右面滋润 均匀光滑 像是玻璃一般 矿灯打在水仙盆上 显现出来的是避风脆色 似玉非玉 完美无瑕 金峰耐心地给周苗解释 乾隆官坊的乳幼 没有古人所说的鱼子纹 鱼子纹并非是开片 而是另外一种 浮于水仙盆右面上的 一些鱼仔式的点状物质 乾隆仿乳瑶的胎过于肥厚 在矿灯下显现出金属般光泽 而真品颂乳瑶无光泽感 底部下面的枝钉有六个 比起颂带乳瑶来做得更小 也是乾隆十七乳瑶的一大特色 口肉悬河地说了一大堆术语和东西 周苗就跟个哑巴家机器人一般 呆呆地听着 半想摇摇头站起来深深早已酸麻的腿 呵呵笑说 风哥你对我说这个 我真不懂 对牛弹琴不是 你懂就好 金峰有些无语 颠颠头说道不早了 睡吧 过几天找个机会把这玩意卖了 给你只腿 周苗挨挨点头 忽然小声问道 这腿可得花好多钱 咱们去年去骨科医院 那人说要十几万了 金峰板着脸说道 我再把你手脚打断 那这个水仙盆卖了 把你手脚全部治好 也还有剩余 周苗浑身一抖 手一松 水仙盆啪地掉地上 幸好地上堆的是塑料袋 否则 这水仙盆就得碎了 金峰轻叹一口气 上前捡起水仙盆 掰了周苗一眼 抬手给了周苗脑袋一巴掌 你说得对 以后还是别碰这些异碎品 晚上睡觉的时候 周苗却是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不停地问着金峰这个那个 就跟吃了兴奋剂一般 被金峰吼了几句老实了 没过一阵子 周苗就悄悄下床 偷偷地打开铁柜子 把乳窑水仙盆拿在手里 爱不适 手的腹摸着 摸着摸着 周苗就掉下泪来 一只手拿着水仙盆 一只手捏着自己断腿 滴滴地抽烟 金峰轻轻闭着眼 淡淡说道 睡吧 三睡 周苗呜了一声 摸摸眼泪 物业说道 风哥 这个宝贝真的值那么多钱 风哥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不 能先把废品站的手续办了不 我这个腿都瘸了五年了 再瘸几年我也等的 废品站 我最担心的就是废品站 咱们把这个宝贝卖了 办好手续 再给老大留点钱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剩下的钱 咱们用来建废品站 做大做强 争取三年就买房子 金峰喊了声 一咕入翻座起来 笑着看着周苗 然后 然后 接着做大做强 成立废品收购公司 开分店 嗯 再然后 再然后接着开分店啊 对了 咱们把这块地皮买了 反正王大妈也没儿女 他不是说要收你做干儿子吗 嗯 接着说 买了地皮建厂房 一边收破烂 一边收二手旧货 开个二手交易市场 那个也赚钱 还有不 接着做大做强 以后咱们扩大规模 二手车 二手房 二手船 二手飞机之类的 二手的航空母舰收不收 周苗叫道 收啊 只要有人敢卖 我就敢收 那个最赚钱了 风哥 你看过那个纪录片吧 瓦良格号买的时候 才两千万美金 金峰仰头无声笑了起来 店头说道 行 就按你说的办 二手航母有人收过 以后咱们收个二手国家来玩玩 那才叫 天下无双 这一晚周苗睡得很香 梦里面都露出的是满满的微笑 这一晚 同样是金峰睡得很香 有了目标 就有了动力 不过这美梦还没做完 两兄弟就被雨水给淋醒 瓢泼大雨倾盆而下 就像是天上有人在开着大功率水泵无情地冲下来 家里的三间小平房本来就是临时建筑 修修补补了好些年 依然破得不成样 一下雨一准漏水无遗 这晚的雨特别的大 两张床早已尽湿尽透 哗啦一声惊雷巨响 大地都在震抖 店也停了 周苗戴上矿灯 千奇彩条步准备上房 黑夜里看不清脚又不方便 摔了下来 金峰一把接住周苗 两个人狠狠砸在地上 狼狈不堪 金峰上房盖好彩条步 周苗在下面抵大铁块压时 忙了半想下来 两个人早就成了落汤鸡 回到屋子里 周苗赶紧检查那个水仙盆和黄花丽鼓凳 回头再找金峰 金峰早已带着矿灯出门 周苗不用想都知道 金峰这是去拐子爷家了 拐子爷家里搭的房子更破更烂 冬天漏风 下雨静雨 地势又矮 这样的暴雨天气 一准被烟 本就还没干的泥泞路面上 被这场暴雨一下 变得更加不堪 简易的排水沟 根本无法排出这么多的雨水 尽数漫上路面 最深的地方都快没过金峰的腰 深一跤浅一跤 费力走到拐子爷家 矿灯的照射下 一个凌弱的身形 孤零零地站在路口 弯着腰不停地勺着水 大雨无休止的狂下 打在金峰身上头顶 只能微微看到两米之外 灯光过去 那身影转过身来 叫了声 风歌 嗯 金峰轻轻应了一句 灯光近了 一个女孩映入眼帘 单薄迎瘦的身子 早已被雨水浸透 只穿着一条短裤 和一件吊带的女孩 在灯光下白的炫目 长长的绣发 直直地垂着 粘在脸上 清唇和腰也交织 美得惊心动魄 见到金峰 女孩轻轻喘了一口气 隔着一米远 就能闻嗅到 那清香的玫瑰香气 女孩是黎衣雪 走近一看 大雨已经快要 咽到黎衣雪家的门口 屋子里传来 拐子爷啊啊的声音 金峰大声喊着拐子 爷 别急 拿着手里的铲子 往前走出头 从那边过来 爱着爱着地 将排水沟清理扩大 跟着再回来 大声叫黎衣雪 拿踩条布 黎衣雪摇头低低 说道 没买 金峰冲着黎衣雪 狠狠地盯了一眼 冷冷说道 你就是这么照顾拐子爷的 转身就走 黎衣雪默默地 看着金峰背影 泪水夺目而出 半想金峰再次回来 手里拿着厚厚一叠 踩条布上屋盖好固定 这时候天边 已经露出一丝白色 雨依旧越下越大 金峰跳下屋来 黎衣雪不知道什么时候 拿着一把伞 顶在金峰头上 风哥 谢谢 纤细完美的手心里 拿着一包新的中华烟 金峰看也没看 陈生说道 看好拐子爷 回去换衣服 黎衣雪摁了声 点点头 把烟递到金峰跟前 轻声说道 有人掉了一包烟 我捡了 你拿着抽啊 金峰摆手 拿往大妈店里卖去 转身要走的时候 一双苍白的可怕的束手 轻轻从后面伸过来 紧紧抱住金峰 黎衣雪整个身子 紧紧地贴在金峰的后背 雨水冰凉 冷得彻骨 身躯柔软 又温暖似火 风哥 柔柔懦懦的女生 宛如最眩暖的春风 胶软的躯体 带给金峰 发自内心最深处的爱恋 这个女孩是自己最初的梦想 也就是这个女孩 让自己承受了这一生最大的痛苦 最大的心结 解不开的解 回去 别感冒 金峰最终还是正开了 黎衣雪的怀抱 身一脚潜一脚 无情地离开 这个女孩 自己不欠她的 她欠自己的 自己不用她还 这就是命 早上八点 金峰登着板车 去了浮云典当行 这是一家老牌子典当行了 成立于上世界九十年代初 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典当行 全国各地都有分店 单在锦城有三家分店 资金雄厚 幸运也没得说 昨夜暴雨倾盆 锦城一片泽国 金峰知道这种天气应该走什么路 超近到更好 雨还犀利犀利地下着 天牛河两边几乎看不到行人 金峰嘎吱下停下来 调到河边 猛地一惊 天牛河最近现年之余 很见成效 每年都会有专人来清理 现在河道里 就有一台挖机在挖淤泥 而在河道边上 却放着一块大石头 金峰盯了两眼 顾不上板车 飞一般跑过去 定眼一看 那块大石头 大部分被淤泥覆盖 隐隐只见得 一个动物的身子和两只脚 雨滴慢慢地冲刷着大石头 没几分钟 便自将大石头的一些淤泥 冲洗了些 大半个牛脑袋 映入金峰眼帘 金峰看着牛脑袋 攥紧了拳头 静静发呆 等到挖机休息的时候 金峰冲着挖机师傅大叫 那石牛怎么挖出来了 赶紧放回去 挖机师傅白了金峰两眼 竖起一根中指 嘴里骂骂咧咧 关你鸟事 按上金峰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你谁啊 那是石牛 金峰回头 看看那人 你管河道 那人年纪不大 三十多岁 矮个字 身材肥瘦 慢声摁了一句 我们是河道清理外包公司 嘿 还真的有点像牛啊 那么大一头石牛 金峰轻声说道 领导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它 矮胖子斜着眼看看金峰 慢声说道 等垃圾车来了 丢垃圾场洒 金峰手里摸出了烟蒂过去 那人有些爱理不理 更是嫌弃金峰的红塔山 金峰转身去了对面小超 买了一盒1916过来 等了大约二十多分钟 外包公司的矮胖子接了电话 气不打一出来 原来昨晚暴雨 负责青云淤泥的两辆垃圾车 都过不来了 没法子 只能停工 金峰不动声色地靠上前 站在那人身边 领导 石牛卖我 我受破烂的 我帮你处理掉 矮胖子低头一瞥 眼睛一亮 随即闭咽 五百 矮胖子微微一动 金峰轻轻把烟塞到那人包里 你自己找吊车 晚上来拖 路上耽搁了这么一会 到了跟孙林国约好的地方 已经快要十点 孙林国早已在门口等了很久 终于见到了金峰 不由地喜出望外 不过当他看见金峰的穿着打扮时 也有些惊恶 早上还下着雨 金峰过来沾了一身泥浆 从头到脚就没一处是干净的 干净从包里掏出毛巾 递给金峰擦了擦脸 讨好的叫着大师 金峰掏出手机看看时间 点上烟说道 差不多了 进去 这条老街上的服务员典当行是总店 有四个大门脸 分上下两层 一层的面积就有四百平米 装修奢华 高端大气 金峰刚要进门 就被门口的保安给拦住了 看看金峰脚下沾满泥巴的破烂休闲鞋 保安很有礼貌地 让金峰把鞋洗干净 再进去 金峰冷笑两下 转身就要走 孙林国慌了 赶紧去拉金峰 金大师 大师 我去买双鞋 马上 对面就是斜程 金峰摇头 走到板车前将斜的泥巴擦干 一抹头上的雨水 静静说道 走 这回保安又给金峰拦着了 礼貌客气地说 本店有个规矩 衣冠不整 书不接待 金峰眼睛一沉 孙林国赶紧摸出自己的当票来 解释一番 又给保安递上两盒好烟 梁保安毫不客气地收了烟 一听说金峰是孙林国请来的专家 不由得哈哈大笑 冷冽地看看金峰 吃笑出声 傻子时候收破烂的都变成专家了 那火厂的专家还是火葬厂的专家 专烧熟人的吗 另外一个保安则笑着说道 他要是专家 我就是专神 孙林国正要跟两保安理论 金峰却在一旁淡淡地说道 两条开门狗而已 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 两个保安顿时就怒了 当即指着金峰就开骂 孙林国也豁出去了 大声叫道 我把东西当给你们服员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你们的客人的 我来赎档 你们拦着不让进 你们什么意思 开的黑店啊 我要找你们经理投诉 两保安互相看了看 嘻嘻哈哈大笑 去啊去呗 另一个保安更是坐得过火 直接按下了对讲机 朱经理 朱经理 有人一关不整 要让他进去不 对讲机里传来一个公鸭子般的沙哑声音 不是都给你们交代过了吗 今天总公司领导要下来检查 我的小道消息还听说有大人物也要来 你们几个他妈的都给我注意点 我们服员公司不搞任何歧视 无论他是谁 只要他要进来 我们都欢迎 万一总公司的化妆暗访被你们拦了 我就要你们的命 两个保安吓得浑身一个机灵 再回头过来已经变了一副脸色 指着金风叫道 算你想小子走运 进去吧 别碰了砸了里面的东西 否则你就死定了 进了典当行 孙林国在旁边低声给金风道歉 金风不以为意 轻描淡写说了一句 让孙林国足足冷了五秒 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 金风已经到了北边的一个柜台前 这个柜台里摆放着七八只名表 两只金光闪闪的是劳力士金表 个头硕大 很有气派 有两只表是女表 香碎钻 典当行的光源是相当强的 这个柜台里还装了一只灯管 在如此强烈的灯光照耀下 这些表各自泛出最绚烂的光彩 竟如厨子 无声地述说着自己曾经辉煌的过往 这些表都是浮原典当行收的 早已过了熟档期限 摆在这里光明正大的出售 像这类高级奢侈品 在典当行里卖的价格不是很高 也算是比较实惠 金风静静地站在这个柜台前 注视着其中一只手表 眼神悠然 思绪飘飞 孙林国虽然有些急不可耐 但在心里早已把金风 当作神一般的顶礼膜拜 丝毫不敢多嘴 生怕惊了金风 足足过了一分多钟 金风缓缓闭上眼睛 轻轻呼吸两下 悄悄防弹玻璃柜面 轻声说道 谢谢 请把这块表拿出来给我看看 柜台里的店员 这时候正在另外一边接待另一波客人 转头看看金风 礼貌说了句 稍等 其他还有的七八位女店员 看见金风那副打扮 再看看满脸颓废 胡子拉扎的孙林国 早就把这两个人当作空气般无事 穷玩车 赴玩表 名表可比名车有内涵多了 混典当行的主 眼睛最毒 一见金风两个就知道是土包子 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这些名表 这时候 门外面的保安进来 冲着值班经理说了几句 边说 保安还指着金风 眼神面容鄙夷之极 值班经理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现在是夏天 穿的调格短袖衬衣 配席裤 脚下棕色皮鞋擦得成亮 很有气派 听了保安的报告 经理远远看了看金风 跟保安说了两句之后 漫步走了过来 金风穿的是家里最好的衣服 20块的李宁蓝色短袖 20块的特布灰色短裤 脚下是50块的361跑鞋 这些都是品牌店关门大甩卖时候 王大妈给自己买的 身上的衣服早已被雨淋透 雨水顺着衣服裤子不停滴下来 跑鞋虽然挂了你吧 但还是很脏 衣服上的雨水混着你吧 金风近来所到之处都是一行黄黄的脚印 值班经理一张麻脸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恨恨地盯着金风看了几眼 极度不悦 皱眉挥手 叫店员赶紧过来拖地 柜台里的店员忙完了另一边 走过来要给金风拿表 值班经理沉着脸过来 冲着店员使了个颜色 店员有些尴尬 拿也不是 不拿也不是 金风偏头看了看值班经理 又对着店员说道 文静女士 请把这支表拿出来 这个女孩店员叫文静 她胸牌上的照片比真人更加漂亮 年纪不过二十一二岁 额头前面梳着鞋刘海 后面扎了个马尾 让原本有些娇小的脸看起来异常精致 女孩长得很是腼腆 摇鼻高翘似于一般 眼睛里流淌的是淡淡的知性 气质很是独特 颇有些民国女校里笑话的味道 听了金风的话 再看看值班经理的首饰 文静有些犹豫不决 眼前这个男人穿着很普通 身上脚下全是黄黄的污水 文静知道值班经理的意思 那就是不要接待这个男人 文静更清楚眼前的这个男人 身上手上没带任何物品 完全没有任何经济实力 别说这个柜台里摆着的名表 就算是最普通柜台里的任何一件东西 这个男人也买不起 心里明明知道是这样 但三秒之后 文静却是做出了让值班经理错额当场的举动 冲着金风微微一笑 甜美而甜静 脸颊旁两个酒圆圆的酒窝露了出来 更显清纯 好的先生 是这块吗 不是 是这块 怀表 文静有些惊讶 礼貌地点头 先给了金风一双手套 文静取出了金风指名点性要的那块怀表 白白的手套上 放着一块圆圆的怀表 浑身金色 在强烈的灯光下 泛出层层叠叠 深浅不一金芒 表的直径不过五公分 表壳上浮雕着一幅图案 图案上一个双头怪物 形状猙獰而古怪 气势看着凶恶 却透出一股卡通的滑稽 正上方十二点位是怀表表官 那时给怀表上发条的地方 拿到这块怀表的瞬间 金风忍不住紧紧地握紧 一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 表的后壳上品相就差得太多了 歪歪斜斜地刻着两个繁体汉字 惨不忍睹 就算叫个古文大师来 也未必能认得了这两个汉字 繁体汉字下面又刻着歪歪斜斜的几个外文字母 像是英文字母又差别很大 刻得极其潦草 简直就跟鬼画符一般的丑陋难看 很明显 表壳背后的这两排字母 是用力气后面刻画上去的 但刻的却是没人认得出来的鬼画符文字 金风看了看这两行字体 忍不住地嘴角一抽 眼镜微微轻闭 深深地呼吸两口 金风打开了表盖 表盖下就是怀表的机身表盘 整个机身表盘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图案 中间是一块蓝色的星系图案 这是用发廊彩做的 在当时来说 也算是头一份 罗马数字的12个刻度 时针分针和秒针也是金色的 定格在下午的4点20分040秒 在4点的刻度上 还有一个小小的圈子 那是这块怀表上独有的计时功能 挨着计时的圈子还有两个小圈 一个是万年力 一个是三问 万年力不用说 自动辨别大小月 日期 星期 以及四年一次的润年 三问则类似于 现代电子表的暴时功能 用过怀表内机 刮弹簧不同的声音 就能知道当时的时间 精确到秒 这块怀表已经停止走动 表盘品项保存很好 有划痕 但并不影响表盘的整体 金风手速不急不慢 正面瞧了3秒 表盘瞧了5秒 表壳后面瞧了7秒 轻轻把表放在铺垫好的毛毯上 轻轻点头 负责接待金风的电源文静 早已将金风的动作尽收眼底 有些奇怪的看看金风 轻声说道 这块表是坏的 放这里七八年了都没人买 我来这里大半年 你是第一个上手的 金风问了声 不知可否 眼镜瞄瞄这块怀表的价格签 标价8万 文静偷偷地看了看 原处的值班经理 紧紧抿嘴 滴滴骂了句死色狼 猪八戒 自己来这里上班快9个月了 从上班第一天开始到现在 经理朱兆云就对自己心怀不轨 天天没事就缠着自己 还美其名曰教自己鉴定 借着鉴定的名义 经常对自己动手动脚 自己是新人肯定得忍了 没想到朱兆云这个死色鬼 连自己下班了也不放过自己 通过公司的人事档案 朱兆云拿到了自己的租房地址 直接找上门来 约自己出去吃饭 唱K 还说要给自己介绍客户 买自己柜台上的奢侈品 好几次唱K都想灌醉自己 好在自己早有防备 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一想起 那张比猪八戒还要厚的大嘴巴 凑到自己眼前的样子 文静就忍不住地要吐 文静自己的性格柔弱 学得珠宝设计专业 这样的专业出来完全没市场 有没关系人员 只得混迹在这些典当行 经行之类的地方做店员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被朱兆云骚扰久了 文静早已百毒不亲 所以才不理会朱兆云的命令 故意跟朱兆云对着干 你不是看不起人农民工吗 你不是不要我理他吗 我偏不 我还要把这些表的缺点都说出来 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做完了这一切 文静心里出了一口恶气 哪知道接下来的事 却是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 这一切都不容易